第十七次會議 好 各位同仁請就座 現在開第十七次的會議 請秘書長宣布第十六次的會議議事錄 宜蘭憲議會 第十八屆 第四次答案 第十六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二時 地點本會議事廳 書錫議員 黃定友議員等三十二人 請家議員 陳正恩 議員一人 內襲議員 縣中午交易處代理處長 曾秋香 協務管理科長林立林 教育資源管理科長 王儀惠 多元教育科長 廖樹門 體育保證科長 游勝雄特殊級 幼兒教育科長 游嘉敬 課程發展科長 林立新縣立體育廠廠長 賴佩穎 宜蘭家庭教育中心 主任林奇 本會秘書長 陳茂林等五年 來賓各報及各電子媒體記者 主席陳議長文昌 記錄猶豫化 主席先靠開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簽到議員 以達法定人數 二 秘書長先讀第十五指揮議事錄 執行事項 交易處及所屬機關 也有執行其達戶 執行議員 尤香德議員 鄉秋明議員 楊順木議員 吳鴻謀議員 陳駿里議員 薛成衣議員 林辰宮議員 黃定和議員 蔡文藝議員 張建榮議員 黃陳胡山議員 林徐敏議員 劉天武議員 林業賢議員 陳漢忠議員 黃建勇議員 陳傑林議員等 達夫人 曾代理處長邱香 王科長 宜偉 廖科長 蘇滿 由科長 盛雄 賴 廠長 佩穎 林 林 科長 玉欣 由科長 佳靖 林 科長 律領 林 主任 齊等 其他四項 交易處及所屬機關 也有執行 議員要求辦理提供這四項 領路 翔如 復健 並行務 憲政務 辦理 三委 下午六時三十二分 以上 好 各位忠誠 一十六位見 來 每一間的話 我們現在進行文化局的這個執行 請相關單位列席報告台 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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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縮 嗯 林 路 再次 林 路 再次 有機 電機 有機 好 我們首先邀請 張潛議長 張建榮 議長 來諮詢 好 主席 憲政務的主管 來 各位我們同學 大家早 好 請問 文化局 您 請問文化局 文化局長 你講台語吧? Marinekedive長 你講台語欸通ardo 好 請問文化局的司長 你来接行這個文化局 文化局 ノvuərcy 很貪 Run 多年來在議會的經濟也好,面前社會問題 你相當的每年來懲罰我們國際通緣節 國際通緣節,現在要賣入競爭的時候 當時有八十幾萬人來應援 台東議員官的商機也好,台東議員官的企業也好,非常好的生意 為什麼消息這麼近? 比到今年三十多萬而已 每年的開順,我看日本沒有消息 我們一年兩年可以開順,多年來開順 對英國的關鍵是不理的 本社有兩種看法,不然讓你們去面禮怎麼做 第一禮,因為現在外觀區比我們比較競爭 因為去花蓮去做 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票價也好,大行也好 都比我們健康更好,我們健康就輸了人 第二,我們通緣節 賣二十一年,就超二十年了 這二十年,每年的投資這麼多 每年都聽起來,都不能夠用 所以我們現在外賣二十一年,沒有開順,同樣一個專業 這應該是對我們的成本非常多 你的看法,有想不怎麼來做 你信仰一定要有興趣想 現在不怎麼把這個商標這樣來埋起來 第二問題是,兩兩世信團 開順每年都過千萬 因為我們賺不起來 在醫生中,我們有的年都不給他抬著 抬到九年,館長、主年、副館長 副館長在補選 不然做得好,不要開順,不怎麼來做 不然做得好,人照了之後,再來,哪不健康 這個工廠應該在今年的醫生 應該很大給你看法就對了 你對這兩項 你會看不怎麼賣相不怎麼來做 我想要請你回答 好,區長請打呼 比較心中的,這兩項是今天最主打的事情 謝謝主席提醒 然後謝謝張前議長的指教 剛才張議長有提到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這個童韓藝術節這麼多年來 越來越競爭,就是台海關係也有辦類似的活動 現在交通這麼便利,我們童韓節 開始是對著很大的挑戰 童韓節去我們宜蘭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節慶活動 也是我們宜蘭的文化品牌 開始這幾年來 我們是對著一個瓶頸 現在這個瓶頸要去突破 我想這幾年來文化協 還有我們所有的同仁 所有的官民 或是我們關心在童韓藝術節 一些我們的議員、代表 還有一些民間的基金會 或是社會 頂頂的這些組織都很關心 這個部分,文化協調 這邊是責任旁貸要想辦法 看看如何突破 剛才議長有提到一個問題 說我們很多的設施 都累了 累了之後又累了 是很沒辦法的一個問題 這個部分,我們文化協調 這個童韓藝術的團隊也很檢討 這幾年就 開始有做這個 比較審慎的環保的可循環 利用的這個 這個注意的工作 比如說我們這個設施 這三年來 我們說今年好了 今年我們這個設施 重複再利用 這個部分我們生的差不多 1650萬 去年的部分我們生的 1850萬 上年的月生的差不多 2000萬 所以這個部分 如何去環保的再利用的部分 文化協調 這邊也有去打拼 去做一個輸扣 要怎麼把這個 金匪比較生下來 也不要浪費 再來就是未來要怎麼做 童韓藝術節 一直都是四大主軸 演出、交流、遊戲、展覽 這四大主軸 是構成了 宜蘭國際童韓藝術節 很重要的一個核心的內涵 這部分這幾年來 一定開始慢慢看到一些新果 比如說我們的演出的部分 我們每年都有邀請 很多外國的表演團隊 在外國的表演團隊 外國的表演團隊 之外的我們 外國的表演團隊 我們也會邀請 我們這邊來做表演 所以這個 演出的內容 是越來越豐富 對我們外國的表演團隊 我們也是盡量去照顧 甚至有機會 還有更多的曝光的機會 和國外的演出團隊 做交流 然後看到這個競爭 比較交流 比較碰撞的過程 不但是節目內容 越來越豐富 也希望我們 館來這些表演團隊 利用這個機會 這個平台 比較不斷的更精進 表演內容更加精采 未來要怎麼做的部分 就是我們現在 思考一段就是說 要突破 要怎麼去推陳初心 要怎麼去吸引我們的遊客 萬一一天我們宜蘭館來 參加我們的童灣藝術節 現在開始這個工作 開始去做了 我們的童灣小組 持續性的分組 都會做一些會議 也做一些發想 目前馬上開始的 12月初 會鋪板一個 為我們的發想創意營 這個發想營隊 我們希望廣納 我們一些青少年也好 還是說 對這個童灣藝術節 有關心 有一些喜歡的人 同一個來參加 對我們的童灣藝術節 未來是不是有一個可能 我們做一些 同一個來共同發想 所以這12月的車 預計全國性的 但是盡量的那些人 因為現在是 學期當中 可能外觀期的人 會比較少一些 但是我們現在 白一步先這樣做 就是月開放50個人 現在發想的營隊 大家碰撞 大家來發想 再來就是 寒假的時候 會繼續辦一個營隊 也是發想營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 把大家的意見 比較納進來 我們這個童灣藝術節 對 我們剛才說的這些東西 馬上要做之後 我們對未來的一些工作 開始去做一個會議的研討 比如說我們的外觀的部分 我們在展覽的部分 現在就是希望加強更互動性的 親子共有的 教育意義的 在玩的當中做學習的 這個部分的未來加強 就是說 去我們人的願意 在裡面使用這個趣味性 同心同趣 這個童灣的東西 把它加強 預教娛樂 對於交流的部分 我們持續性的民間的交流 有童灣宿舍 和一些我們的社區接待 電影的部分 會繼續加強之後 我們會增加一個部分 現在去預計做一個童灣下令營 好 你跟這裡就好 是 好 本席兩位看我請問一下 你請問一下 第一點就是希望 台灣藝術節 第一 政府要再接線 你剛才說 既然有勞心的 這次我們盡量拿來用 第二 我怎麼落實 我怎麼付這個 時代可以玩的東西 我讓我們加強 比較新娘的 比較有孩子不玩的 比較有求人家 這個第二一定要再倒數下去 沒關係 第三 成本 一定要去節省一點 你當年要怎麼開出那麼多 學校又不會起來 我看 你要去沉重的主意 想要去時間免下去 時間有 你現在就好 開始好好去做一團 去餘餘好出來 我們現在養什麼 我們要有一個基金 你給他們付這個童灣節目 要有嗎 要有嗎 建達有 現在是南亞文教基金會 要有 要有 主要是我們文化教 就在主辦 是啦 不能給我拿錢 是啦 不能給我拿錢 是啦 不能給我拿就好了 是的 加油 第二 我是跟你說 請你什麼 第二 你這時間太有 你不能跟明年 一定要以成本計的為第一 第二就是要去那些人 這是台灣節拜託你 要好好建議 對陽關散官 一定要怎麼發揮這個 效果出來 第二 南亞CC團 你要去 你一定 南亞CC團已經拿到 以後是存費了 你剛才說這樣都不通 要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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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要不通 要不通 對 要不通 對 要不通 你還說我是大嘴爽疼的 我對要封掉 你聽到那個 本來我們副議長 我請拜託 我做議兩年 我請拜託你老了 副議長的保全一樣 這我還要給你感謝 你剛才那個刀剖 你吃得不好吃 第二就是 我們文化粗產 我們跟副議長 我是說你的觀念 要你符合社會實際 我們文化粗產保留 有那個價值 沒有價值 沒有價值 來做做 你想說 我去找了一間廟 旁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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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叫學者 去副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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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 你是非常不堵 你公家的東西 你像年輕人 公家 我有一百經 米十館 我們都全反應 第一人,女兒跟你講義,講義說輸人,你不要再驚訝過,你怎麼就是驚訝過了? 那我這樣有需要留到?沒有需要,女兒跟你講義,你怎麼不聽? 這樣出女兒就不用謝女兒,我想說這一定要三輸,還有輸, 最後一句就說不要驚訝過,你會驚訝過,我看著我看著我看著, 第二,我說廟,你一定要慎訝在地,你要慎訝去考慮,別說,好,你如果怕不做,他們是怎麼去的頭上? 不是的,會不會,收你也沒錢就收了,後來對這個好看,不要看,沒有, 我想說輸人,你可以這麼近民意,沒有人去找幾位的委員來,跟別人做, 好,我想說你,可以尊重社會佩生, 偷信,偷信,我這裡,我到底是神龍三仙, 我想說這個名字要信重,本會會給你拿一個案子,給你去, 給你做成功,媽媽做一個,你有經驗嗎? 我叫黃叔叔在廟,人家自己去旁邊,那裡沒有什麼,有家庭,沒有家庭 你把它放下去,阿伯這間廟,沒有家庭,沒有人去拿錢出來, 有哪個古蹟,你如果說像蔡英雄,媽家庭,張三家庭, 那裡價錢價錢,我們花比較多,我在那時候,他花比較多,我們才花, 怎麼說,兄弟也好,八仙人,六件也好,很多,怎麼花都沒有錢,那種有價錢, 阿伯說廟,我看是沒有家庭,你自己去看,我希望齁, 你局長齁齁,你跟我們的工庫長齁,自己去思考去研究就好了, 不要說常常不穿到這裡的工協,民安可以越修越好, 絕對沒有優利,拜託這點,因為我議員館民,因為議員會議員選出來, 就是要給他分隊,他應該議員選議員,大家分隊,臨市民議員就是分隊,大家分隊, 我想說請你的例子,最好快,來做,好,師傅,這樣到這裡,謝謝, 好,感謝張議長,好,那我們現在,請秘書長, 幫我登記歡迎的支持,27號, 27號,32號,8號,17號,9號,10號,2號,13號,21號,26號,3號,25號,6號,31號,16號,28號,25號,11號,15號,4號,19號,29號,5號,1號,23號,14號,20號,12號,18號,以上, 好,繼續,我們邀請陳隆席議員,謝謝,主席,各位副長,各位副長,各位副長,各位董人, 我們大家早上,大家好,那個局長,你現在來多區啊? 正在辦公室,還有兩天,沒三個月, 沒三個月,沒三個月,對你的業務的執長,你掌握的情形怎麼樣? 現在哪來,哪了解? 有請了解嘛齁,不錯啦,謝謝 我看你新流的陳主嘛齁,你的專長是什麼? 你現在最高學歷是什麼? 報書 報書什麼報書? 報書跟考古方面 報書跟考古,好,我問你一個問題啦,南洋博物館你有了解嗎? 都在去了解 現在你了解情形有什麼樣? 現在我所了解就是南洋博物館去陳館長的 剛才那樣子下現在是哪來哪有活力 而且對他的業務來說一直都在推廣 所以現在不但是去南洋博物館裡面有很多活動 現在也去辦一個特展嘛,再來也走進去社區 好,沒有啦,局長 對於博物館是你的博物館是你的博物館 現在我們南洋博物館,每況愈下 每年的收入啊 現在負債整個還了八億元嘛 八億八千多萬 你現在怎麼去還債? 你對未來的南洋博物館要取取怎麼樣? 你有去改變嗎? 還是這樣一成不變就是這樣來好的自生自滅? 好,謝謝陳議員 你有什麼做的啊? 現在我們的南洋博物館這幾年也一直 因為它是自償性的基金 那現在也一直弄下去下去 想辦法寒這個貸款 這三年來一定寒八千一百萬 現在去年四千萬 四千萬四千萬一百萬 所以這個還債能力是有去加強 而在能力使用公布 我們公布預算去注入才有這個還債能力啊 是不是? 還是你自己自負盈虧? 南洋博物館幾年以後可以自負盈虧? 這你的專長嘛 有辦法嗎? 可不可以?可行嗎? 這要做一個整體的考慮 就是說我們在教育推廣的同時 要想辦法去增加財運 博物館就是你的博士論文 你的專長嘛 我相信說 那個林館長林大縣長請你過來 就是說南洋博物館 就是每年都要虧損幾千萬 請你來看台灣南洋博物館 支付盈虧就好了 有沒有可能? 為這個方向去弄下去 不過要做一個全民的考慮 因為南洋博物館 博物館是一個公共教育的一個場域 對啦 自然是基金預算 局長 既然是基金預算 我們就是自負盈虧啦 會弄在那裡 好不好? 怎麼去努力呢? 那現在明年度的預算 你要出入多少? 現在我們大水庫要出入多少? 你知道嗎? 喔! 局長 這個最重要 你沒有了解 明年度啊 出入多少? 現在要深知你的預算 報告成員五千三百萬 五千三百萬 那越來越多啊 去年度多少? 差不多是這個數 去年度哪有這麼熟? 去年度多少? 你學不講? 一樣 那比較少呢? 五千多萬? 五千三百萬 好 這樣啦 去年度多少? 你們這裡有喔 多少? 五千三 五千三 今年度也是五千三 是 前年度呢? 能五千三 其實什麼? 沒關係啦 一百年 我跟你說啦 一百 照理來說啦 今年度齁 去年度也五千三 今年度也五千三 那就是不漲進 看今年可以說 少一千萬 或是五百萬 我不知道 除聯在增 地減不太對 怎麼會呢? 我希望說 局長 那館長 再用心一點啦 可能嗎? 局長坐下 謝謝 關鍵有辦法? 所長請拿 報告議員 因為那個 南洋博物館 成績作業基金 一百零一年之後 那之前 前一兩年的時候 那時候 應該是那個 要減帳的部分 就是說資產 要折舊的部分 並沒有算出來 所以導致在 一百零二、一百零三的時候 折舊的那個 經費又報 我告訴你 你不要去折舊 折舊是 每年都要去折舊啦 你說 在公部門 我們就是在 就是在 那個 南亞博物館 每年可以逐地減少嗎? 五百萬就好了 好不好? 那今年度 我們就 三千五百萬 可行嗎? 會做你嗎? 我相信說 局長是那個 博物館專家 你就要討論一下 看要怎麼做 好 你請坐 搞定 有可能嗎? 沒有 今年度我們要 減五百萬 好不好 對於你們 南亞博物館的預算 我們減五百萬 因為你選家來嘛 所以說照理來說 南亞博物館 應該是 可行的啦 是不行 局長 可不可以就好了啦 謝謝陳議員指教 可不可以啦 這個我們會繼續努力 想辦法 想辦法 那今天就是說可以嘛 你要想辦法 努力嘛 就是說減五百萬嘛 好請坐 對於南亞博物館 我跟你說齁 你有了解 三家有了解 在我們現議會中間 對文化局 最care的事情 剛才我們 老前議長 就跟你點幾個點 有幾件事情 是我們議會最care的事情 你也說說看看 讓我們知道一下 你知不知道 有幾件事情 局長你答覆啊 回答陳議員 我們現在對文化局 比較大的持續 第一部分就是 這個 要聽我們地方的一些文化的意思 不是啦 議會這麼大 對整個文化局 你就簡單說一下 是南洋戲劇團 還有童安節 還有什麼 這樣說就好了 我了解就好了 是 比較關心的一個 重大的議題 像剛才陳議員指教 就是南洋戲劇團 童安藝術節 藍博 再來 再來 再來就是 我們現在未來的童安公園 再來 中興文創 童安藝術節 再來 完山移植 再來 再來 還有我們的文創的一些工作 還有文化工廠啦 文化工廠現在變跳倒市場啊 對不對 文化工廠每年花了那麼多的經費 你就做什麼工作 我覺得變成一個表演 第二次外表演了就不好 再來就是頂頭分椒啊 你要怎麼解決 現在沒有解決 現在有利用各種的方式 比如說用老陰驅感 還有一些其他的方式 比如說用高音頻的聲音 去驅感 不過現在就是一直去試 哪一項是 最符合環保的部分 還沒有感到我們周邊的鄉親 還有就是 比較人道的方式 不要用殺害的方式去驅感 這個部分一直去研究 就要嘗試 好啦 趕快去解決這一件事情 是 我也給你建議啦 你去想看看也不錯 這賺錢的機會啦 對不對 我們有很多朋友 都去做那個航空事業 你知道嗎 他在頂頭都吃分椒去比賽 你知道嗎 比賽我們頂頭是文化工廠來吃分椒 來比賽 可能拚得冠軍 那一支都打幾千萬回來 有可能嗎 不然你要養我們這裡就好了 蛤 對不對 去養我們這裡比賽 我們這裡剛才放的那 欸 可能喔 對我們整個縣庫的收入也不少 你們在思考啦 我再請教我們 舉探一個問題啦 我們兩岸交流的文化活動 來這邊表演 是不是都可以 不收費的話 是不是都可以去表演 他不是 是公益演出啊 請問陳議員的意思說兩岸的交流 對方來我們這裡表演的文 對對對 這第一要看我們 有符合我們的文化的一些訴求嗎 還有就是我們的檔期 其實我們主要會比較尷對說 是對我們宜蘭館的文化 一些幫助的一些交流 會去鼓勵 他說這個免費的來 這可能是要去評估啦 是不是我們交流 現在就是說 我們來這裡去表 我們也去那邊去交流嘛 他們也過來去交流嘛 這不收費 都是公益演出的時候 可以演出吧 沒有問題吧 這可能要評估 要了解 沒有啦 什麼評估了解 可以不可以嘛 可不可以 沒有 違反到我們的一些法律規定 兩岸的民間交流 文化交流的部分 應該是可以的 好 我跟你講 上天我們文化工廠那邊 那打毛主是那個 那個周年慶啦 那幾百年周年慶的時候 那為什麼少林寺他們 松山少林寺他們在那邊表演 是怎麼 要表演的時候 就說不能表演 到底什麼原因 你有去了解嗎 什麼原因 報告我們陳議員 因為當時的 旁邊的傢伙 他還有去上課 的時間 所以當時我們考慮到 沒有去影響他們的上課 那個品質是 幹嘛呢 幹嘛呢 那一天我也在那邊上課啦 我也在那裡啦 叫我 顧也是兵兵叫 別的單位可以去表演 為什麼 單獨那個少林寺不能表演 大家期待那個少林寺要去表演 結果不能表演 你剛才說是 為了學生上課的情形 那晚上表演耶 不是白天耶 為什麼不能表演耶 再來就是警察局在去阻擋了 到底有什麼原因 報告陳議員 這個部分我沒說真了解 好沒關係 你沒真了解沒關係啦 對這個演藝團體喔 那個表演的文化交流這個團體 欸大家都互相在演出 為什麼不能去表演 你也查明清楚齁 是不是會好的時候齁 對本省 到底是哪個單位在阻擋 還是什麼 是警察局 還是你們上頭 到底什麼原因 我也覺得莫人其妙耶 因為那時候很多的民眾 在期待那天晚上 在期待說 欸少林寺要過來 為什麼沒有 結果沒有表演 我希望說 在那個憲政總執行的時候 提到本省 調查情形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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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啊 是不是在那裡的紀錄 好 在那裡的紀錄 欸 那個局長 以前我們都有正風市 現在正風市主任是誰 啊 薛榮卿 薛小姐 齁你常在那邊啦 請坐 主任 對於去年度 去年度那個我們招標的事情 齁 被審計審計是糾正 有總共有七件的採購案 招標為依採購法22條 第1項第9條規定公開評券 有沒有 妳知不知道 這件事情妳知不知道 報告議員 呃這個部分我有稍微的注意過 我大概知道的 啊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呢 人欺負妳 弱女子妳都不知道 妳來用那去多久了 呃 我 1月份來的 1月 嗯 這個月1月 今年1月 今年1月 對 好啊妳不知道沒關係 對於我跟你說啦 文化局對於採購評券 委員內派名單 非屬機關人員有欠託 再來就是說 抽查2015年 請在憲政總執行的時 拿來給我分析 大家知道嗎 好 好 好 我希望說 既然中文化局主任 妳來這裡啊 對於整個我們 那個文化局的採購業務啊 要查的落實 不要招人詬病啊 有這麼多 我相信說 在整個我們的文化局 中間 尤其是同環節的採購案 有這麼多的詬病啊 我希望妳要強加的注意啦 好不好 好 謝謝議員 在整個 那個七件 七件案件 是不是 在憲政總執行的時 詳細資料還有分析 還有那個評審委員的名單 不屬於 該機關的 我們那個詳細資料 那個是不是列入記錄 好 好 列入記錄 那個 局長 對於中生文創園區的 我們現在總共有幾個團隊進入 招商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現在是要一月開幕嘛 再幾啊 現在有幾個廠商進來 好 請打呼 報告陳議員 我們目前現在那個 12號13號的建築這個部分 那是育成廠商進駐 之前那個評選過程都已經結束了 現在目前是有十五個 文創廠商進駐 預計是明年 不是一月是四月五月之後 下去試營運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我的資料是一月 因為現在那個工廠有些問題 我們基礎建設整修的時候 有威到日據時代一些儀構去裡面 所以這個部分時間有稍微調整 但是沒有影響到我們的 其成的進展 就是沒有不影響這是一月嘛 你剛才說不影響這是一月 有影響才是四月 一月的部分是對我們那個 文創廠商一月的時候 就開始下去 現場 看那個中庭 如何佈置 慢慢開始下去 那個 那個 四 不能說四 就是下去 使用那個中庭 看怎麼條件 條件更好時 那是預計四月份 正式對外市營運 所以說齁 局長 對這個 我覺得你沒有一點點的 概念 你說不管市營運或怎麼樣 還是一月哪時候要開幕 都無所謂啦 還是要試營運 還是要怎麼樣 你說四水分 就是在過年前 一月是最好的時期啦 對不對 啊大家在寒假的期間 人潮最多 大家去了解這個 這個我們文創園區 應該先去做這件事才對 你說外了 就是準備不及 我覺得這就是你們 整個縣政府團隊 讓人去詬病的事情 我希望可以的話 四月跟一月是差不多 趕快跟廠商還是 朝著一月趕快去開幕 我告訴你 你如果四月還要開幕 我告訴你 我現在給你預測 六月還開不了幕 局長 要不要打個賭 要來修術嗎 蛤 那就是你們文化局做的工作就是這樣 我希望說 既然局長你來 對整個你博物館 你也知道對文化 對博物館 還是說 整個家族 整個在文化 你以前就不要第一文化局 對整個 我希望說 你要掌握全盤 不可以再請第一 再給你沒有錢 對於整個我們的文化局就想說 不要請 一段 什麼 以前一段 我沒有說 我的行動真的很難聽 還有要照顧本土的 所有的藝文團體 那你現在南洋戲劇團 你說南洋戲劇團 大家造成過病那麼多 你們說 你們上次 說現在傳遺中心 他們的 他們的行動中心 轉到台北去 你們那天 你們管長 帶領的國家藝文 藝文得獎這個 莊淨才 漢陽北 漢陽北館戲劇團 還有一個 陳金黃 莊山新娘團長 江明章 還有霧遠劇團的 簡玉林 還有 浮龍軒 傀儡劇團的 許文翰 還有一個 高仔戲的 明年 吳安琪 亮樂舞蹈團 整幾個人 去傳遺中心 去拜會 拜會 我們傳遺的主任 就是說 我們沒有注重 傳遺沒有注重在地 我以免說這樣 好嗎 在整個 我跟你說 我剛才你說 南洋戲劇團 那一些金會 可以的話 全部 注入在各個社團 進去 我相信 不管發展什麼 在地的文化 在地的戲劇 傳統戲團 或是高仔戲 我相信 會 比 補助南洋戲劇團 會更好 你有這個感覺嗎 請問 請問 回答陳議員 剛才有說到傳遺中心的部分 在傳遺中心這邊 一直去保持一些密切的聯繫和交通 九月份的時候 我去 台北文化部開會 不是啦 我現在就是說 既然你們縣長這麼注重我們在地的戲劇團嘛 我現在 南洋戲劇團 那些都把他打散 那些錢拿來保住這些 對不對 你跟傳遺要做什麼 傳遺劇團他們是中央有中央的政策 我們宜蘭管理政策 不是只有南洋戲劇團才可以有 啊 你現在夠夠 夠南洋戲劇團 要是說 可以 南洋戲劇團所有的金會 下放在各個團體 要怎麼做 我相信可以聯合更好的 會發展出更好的 我們國外 各個本地的戲劇團 各個活動出來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局長 三思啦 我也提案 在整個我希望 在南洋戲劇團基金的預算的時候 我也會提出來 局長 你再想看看 是不是這樣比較好 既然你們就要注重那個本土啊 結果呢 你如果沒有 他也沒有用過氣的人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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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現在 我望你來就是 重振旗鼓齁 跟你們文化集 過期的 一些 進步好逢的印象 同樣藝術節 全面性改造 剛才議長也一直 有自己鼓勵啊 如果正經 時機團 不行就放棄了 那剩兩個八點 開去 開去 其他的部分 我們盡量 全力以赴 到三天 好 繼續我們邀請 沈德茂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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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作主席 培西長 來 擔任局局長 跟你們的單位主管 我們議員同仁 縣政府的官員 局長 我想 先跟你溝通一下 那個 語言啦 我想 文化集的文化 你们现在都在讲创意嘛 文化创意 我想应该要先了解一下 文化是什么东西 文化应该是我们一个人生活过程所记录出来的 传承下来的一个记录的东西叫做文化 这一个文化 那创意呢 创是什么 创我想你也应该了解 创是什么 创应该是属于一个花瓶 那一个花瓶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 甚至于是产业的一个链 它可以造成产业的一个发展 促进社会进步繁荣 它那个创它有这样子的意义在存在 过去我们在这个文化创意的这个教育里面 台湾过去都属于在大中国这一个文化里面 属于在那一种里面教育里面比较多 近来我们的政府一直在推动质土 质土 质土这个文化的一个发展 那目前文化局你所在做的工作 我看到了 过去的你现在才来三个月而已 还差两天三个月嘛 到底你对文化了解多少 在对宜兰县的贬土文了解多少 我想你要继续努力 暂时不用你解释 所以第一个 在宜兰基典文化就是高宅系 高宅系 官方辅导出来叫蓝莹系继团 这一个系继团 如果这一次在我们福安公 顶感社福安公的宴 反钢官 我看到很多乡亲 在最精彩的时候 看大家都没有吃饭 几乎都在看那一幕 而且那一幕 看了那个他被 这个主角的时候要翻过三叶 在那个地方也有跟民众 一直在做了一些互动 感觉起来有很多人感到蛮新鲜的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们认为是可以鼓励 但是 但是我们现在接着下去要谈的是 我们宜兰县真正的郭仔系 不是在官方里面 应该是在野台系的这一些乡亲 他们一场 在庙里面 他只是说三千 三万五百块左右 他要搭戏台 要搭音响 也要做 这一些团体的每一个人都要赚 他从下午开始办 办到晚上超九点半左右 你看看 一二十个人 我把他分析出来 搭台把他拿走以后 一个人一个 一天眼下来赚不到一千块 但是他们的敬业精神 不亚于我们南两系集团 所以啊 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野台系 是不是我们可不可以 以南线政府全部跟他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 给他一个经贿以后 我们来连演 在我们南两在演艺厅 来连演提高他的品质 现在苏豹就有一群很年轻的人 提高他的品质 我非常感觉到 那有一场 他们在协和社区 那个警察公 厌厅的时候 非常成功 那一群小孩子 那一群演员 很值得肯定 我想 局长 可不可能 在明年的时候 我们 把这野台系的 这一群孤仔系 我们把它整合起来以后 做一个连演比赛 然后给他花奖金 来鼓励他们 可不可能 你讲看看 可不可能 你说明一下 简单就好了 另类思考 谢谢沈议员的指教 沈议员对文化 理解很沉的 说到很多文化的内涵 刚才沈议员指教 就是我们对本地的 比较有关系 这些本地的野台系 这些年轻的演员 其实站到文化教的历史 我觉得这很应该就要鼓励 因为 其实文化是比较生互 比较多 别讲那么演 我说明年我们来做一个连演 可不可以 补助他们一点精会 让他们训练 我们给他们细目 讲到这演 我发现他们细目 细目都演得很好啊 还是自创一个细目 他们有细目 结果他们就演他们的 本人的细目 然后我们找一些人 来 来什么 来把他评分 不花奖金 像宜兰仪的时候 那个时候林区方就这样子 来鼓励他们嘛 宜兰仪 后来我也是建议 后来宜兰仪就出现了 宜兰仪就出现了 现在你看 每一年在办 圆满成功啦 但是 我讲过连演 结果 林区方局长的时候 他不是宜兰的野台戏来演 你知道吗 他去找台湾的野台戏来宜兰演 但我没有意见 有来演我也去看 但也不错 但是 我希望的是 宜兰是一个 勾仔戏的花园地 既然杨丽花都在我们这里 这一个那么有一个国宝局的 一个勾仔戏的演员 这个可以请他回来帮帮忙 所以我是希望明年来做这个工作 你认为可不可行 可不可行就好了 谢谢神议员 这我们厨地下 下去了解 下去评估 另外一个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 教官喜比赛 也很欢迎他们来参加 参加 好了 请坐 你在交流没有用 我跟你讲 现在 勾仔戏 像那个 物言 物言那个也不错 那个 沃顺的他也不错 可是 我看不到你们本来补助 你们那些戏团 官方两三千万 那个几十万都很难拿得到 第二个 我想要请教 宜兰县 被我们 被我们文化籍 类为古迹 类为古迹的 寺庙也好 建筑物也好 我希望 我这样子 在宪政总执行 你可不可以把这个 类出来的 这一个古迹的东西 不要你打 古迹的东西 还有你类了古迹以后 把它撤销 这样的一些资料 可不可以在宪政总执行的时候 提供这一个 贬习这一份资料 请内阅纳入记录好了 好 内阅纳入记录 再来就是 我们的童丸节 我一直 现场总执行为常常讲 清水公园可不可以转型为童丸公园 工商理务处说 它有另外要VOT什么T 我大概以为也没有意见 那我们现在看到清水公园 现在的推动 一年365天 44天 现在说51天 那也有还有314天 都在办公室 很可惜 政府导租下令 多钱 人家传逸中 传逸中传逸 就可以把它办得那么好 人家就可以执行那么好 两个延期 宜蘭县政府的延期 这么早开花 过去的光芒 就在一夕之间 天天往下 每况愈下 讲了很多政策 编了很多的经费 在那边浪费 纯伦 知道我们也难过 那你刚才也有讲到 我们有外国的很多团队都来 所以我也要你一份资料 今年就好了 外国人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我们都很欢迎他们 来这里帮忙我们同玩 这同玩节的一个成功的 一个不可缺的一个角色 真的是不可缺的角色 但是我们到底在这外国的朋友身上 今年到底花了多少钱 在他们身上 可不可以把这个资料 也在宪政总执行的时候 提供给我 提供给贬习做参考 所以说到底给外国人到底花了多少钱 在他们身上 来 他们才很乐意来 现在的人是很现实的 没钱就做没努力了 到底我们花了多少钱在他们身上 号召他们来参与 还是他们很主动要想要到台湾来 我想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是用钱去 花了很多钱去邀请他们来 我跟你讲 那个意义就差很多 过去游锡坤当现场的时候 很多的社团你知道吗 很多的社团都会很主动去帮忙 每个外国人都来帮忙 这个社团我来养 那个社团我来养 大家都共同很努力 现在没有一个社团想要投资 在这个社团里面 局长你新来 你还不是有一些东西 你可能还要深入了解 二十年前的事 二十年后有很多长相 环境什么都变化 为什么 因为我们认为已经长大了 所以啊 长榨就没有养成好的习性 养成好的习惯 所以就没有再新的发展 也没有再这么创意 天天在讲创意都没有再创意 所以啊 我想这个资料麻烦你提供 再来我们就中芯 中芯文创延期 中芯文创延期 我现在最烦恼的就是一个 那一个死棉瓦 那个死棉瓦 现在是被验出来 有毒的一个东西 我们现在还跟它保留在那里 坏掉的东西也没有做适当的处理 还是堆积在那里 那个死棉瓦扁身会致癌 那个下雨天太阳一晒 它流出来的这一个物质 在排水沟里面 有很多人不了解 有些人说 基地台会致癌 但是在没有看到 现在看得到的人的东西会致癌以外 自己心里晃晃 看不到的东西 在早期的东西 社会还没那么进步的时候 环境还没人口还没那么密集 那都没有什么特别感觉 现在不一样 现在水路很畅通 这些物质水 我们的暴雨性又很高 那这一个流来流去的 我们的使用 我们都会怕 所以我现在想要举掌新人新气象 新人料新想法 我想这一个死边瓦 你什么时候可以把它们清除完毕 改重新修 重新 重新 把它换过 让大家生活在那个地方 比较有安定感 你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请党务 谢谢沈议员 对我们冠民 和我们在UK这个电控的问题很关心 确实这个使命网 我们要特别的去留意 因为安全跟健康是列为最重要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会在建物的做一个诊件的时候 会一并的做一个清理 然后这个也会列入明年度的预算当中 好了 106年我看你还没有列进去嘛 你请坐啦 我希望你搬追加的时候 可以去全部跟他改善啦 不要让人民 在恐慌里面生活 因为有些人是不了解 你不讲出来他也不了解这个状况 再过来就是 过去的十年 过去的十年里面 我们仪然有很多杰出的演艺团队的一个奖励跟申请 我发现到 我发现到 我不是替严敏讲话 我只是替严敏 看到严敏的东西 我稍微说一下 格马兰民主兰艺团 除了96年补助一次以外 这十年来都从来没有补助 还有巴哈克摇滚艺团 除了98年补助他十万块以后 从来都没有补助 那我们看到了 现在我们补助最多的 也最鼓励 最注重的几个 声纳合唱团 还有一个宜兰青少年国乐团 还有一个亮月亮月舞蹈团 还有物言祭皇 只有这几个 包括我们也有看到 黄大于欧桶戏技团 补助到99年以后 100年以后到现在都没补助 可是我们的经费看得到 黄大于也有补助 为什么当年 你这个补助列表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列到呢 我感觉好像他是有 都一直都有补助 我们文化局都有补助 你们对肉侍的团体 还有什么 养三 养三那不要管 那个有钱人不要管 兰奥教师和唱团 也补助一次97年 我想局长 你刚来不是很清楚 管管这个科的单位是哪一个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简单说明一下 科长请答复 106年 106年可不可以 这一些 我刚才练到比较没有关心到了 可不可以辅导他们 关心他们一下 可不可以 跟议员报告 后来他们没有获得补助 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来申请 好了 好了 没来申请就好了 那我想说以后就可以辅导他们 来鼓励他们都来申请这样子 谢谢 就是因为没有 这些团体没有申请 这个在网路上 我希望这些团体 知道你是属于文化类的 希望 我们在这里呼吁你们 应该向文化局提出申请补助 我们也希望每一个人在每一个角落的文化 都把它用心 落实 让大家可以想到 享受到变土文化的一个美 以上 其他时间给我们林列强 议员 谢谢 谢谢 沈议员 好 厨长 那个 刚才我来请教一下 你这边回答就好了 我们跟日本 目前有什么文化的交流没有 涵盖哪些 你请简单回答一下 好 请答案 报告林议员 咱日本的交流 就我所知 我们去我们的 童话艺术节时 邀请一些团队 给他表演 其他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 十月份 去中心文创 那有办一个海的笔端 是因为 也邀请他们 一些团队 给我们技能表演 其他的部分 我这边暂时 没有说很了解 但是这个部分 有什么接触 你认为说 我们跟日本的这个文化交流 有很多吗 有没有很密切 你认为呢 应该是要密切 我刚才又漏掉一点 比如说 我们的伊拉里 不是 不是 应该有密切 没有密切 我是说 要要称到 我们跟日本 目前的交流 有频繁 有没有 很多次 这样子 常常 有没有 我感觉要更加加強一点 其实我来说 也没什么好加強 我感觉是这样 你知道今天 是日本辐射 这个五线式的食品 输入台湾第三天的公听会 在台湾 会报到伊兰 会报到华林 现在目前 我们的伊兰官 议会 全部的那些议员 都在这里 为什么呢 我们没想到我们这一项 但是我觉得我们搞错重点了 这三天的公听会 其实已经进仓促了 但是呢 独独跳过伊兰 党也跳过伊兰 我认为呢 为什么伊兰官 现在怎么这么可能 这么悲哀呢 我认为林充贤现场 为什么今天做到这样 以前做到这么好 今天做到这样 2266 以前我是觉得不错 还可以 在我个人的评估的观感上 但是今天越来越差 是有够不好 这样我来宣告 较输 如果因为禁止这个辐射 这个产品食品 来台湾 你因为说日本 这个文化上的交流 会跟我们断交了吗 会跟我们停止了吗 你因为会吗 局长 检察 委 回答林议员 日本的食品 因为这个部分文化教 不是业务范围 所以文化所了解 我知道不是用交流文化交流 我是跟你说的 文化的部分应该是没有什么 特别的影响 因为文化 其实我也不知道 其实也没差啦 我们人生命的重要是这个文化重要 就像我这样说的 人家就叫我们不太好去照顾的交流 我们也要关于三四个人 出一个特别的异类嘛 人家就不太好去照顾这些交流 同样的意思啊 我们的生命安全 我们的食安就没有办法照顾了 还去顾这个文化交流干嘛 本期再次建议你啦 卡叔 林聪玄县长 如果真的要让这个辐射辐导食品进入 我们宜然输入于然 我劝你啦 我也是建议你 以后不要再跟日本有什么文化交流了 没有用了啦 没什么意义啦 他刚才沈德茂议员给你要求这个辐尿 麻烦你也提出人的话 就是我们的于然这个历史评估的问题 啊刚刚我跟你建议的这些 麻烦主席列入会议记录 好 列入会议记录 真的要麻烦你 盛动的跟你建议 没有什么好交流 日本的这些特品的那些食品啊 说进入于然 没有什么 好 好 感谢林聪贤议员以及沈德茂议员 继续我们 继续我们 啊不不不 跟他抗就做议员了 真是累喔 人类贤啦 人类贤 这样是累喔 不做你那么爱他喔 我是要跟他抗就来 好 好 我们继续邀请邱家敬议员 大会主席哦 林副议员 啊 局长 各位 一级主管 还有议会各位当前 国家出院当前 大家过早 啊 你刚来 所以 我刚才听 头前三位议员当前的 这项 啊 可预期今天大家的焦点 一定集中在 童万节 跟南洋戏剧团 啊 啊 过去二十年的 童万节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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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去外國館Copy處理了 所以你 宜蘭管政府 搜索的相關團隊要辦這個大型外棟 如果沒有做好新的思維 做一個大破大利的一個概念動作出來 我覺得同我醫師姐也好 或是說農的家在辦的立步 都會面臨到非常大的瓶頸 所以本身這麼建議 過去 臨到局局長時代 所謂的那種的文化教育團隊 從發想會開始的那種 導致用心那種磨滅的精神 我相信局長你應該堅強做 當然你可能也是團隊的相關記憶 但是到現在出現瓶頸 本身建議 過去 這種團隊在研究外棟 在策壞過程的思維 那種精神應該是已經沒有了 現有團隊的人 已經沒辦法去想像 當當時 生了二人關 在創辦童安藝術的過程當中 那種的用心那種的辛苦 所以本身建議 應該有一種新的不同的思維 你雖然跟這個團隊的生緣 很多你都很熟悉 但是我 覺得說 你應該 拋棄那種 你跟你的個人有疏高 那種思維 應該是這種 這個團隊的生緣 全部打散 重新去研聘 專業 然後對文化 對活動等等 各面向能夠提供相當幫助的 一些的專業人士 來投入這個 童安藝術節團隊的 這個研發團隊 這樣我就經過大破大力 才有可能讓 童安藝術節的招牌 再次 插響名號 本身建議 我希望你 真正 真正評估 再來 人士團 剛才你有說 跟 這種的傳藝中心 來做一個連結 現在傳藝中心 你現在整個 外圍的精靈的部分 已經有全聯集團 已經取得新的精靈權 我請到隔壁 現主席 管政婦 跟傳藝中心 針對 我們的 南藝術節團 未來發展的走向 結合的部分 現在講到什麼 有可能嗎 你 心臟的時候 你的這套的 講法 這套的經驗模式 可以得到議會 當前的支持嗎 請你簡單 報告一下好不好 請黨 謝謝邱議員的指教 剛才問到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的南洋戲劇團 和傳藝中心的 一些未來 合作的可能性 這部分 一直去努力 由於我八月份 開始一個文化教後 九月份去台北開會時 當時的主人 方子序 方主任 也有 一起參加這個會議 我跟方主任 也有 討論到這件問題 當時 他也答應說 明年度的 傳藝中心 南藝西劇團 應該更緊密的 合作 他也會 因為當時的 預算 都已經 決定了 所以明年度 也會 這個部分 特別注意 所以當時就開始努力 現在就是 剛才新的主人 要過來 吳榮順 吳主任 他前幾天 正人 這個時間 再去九點半 這個時間 他也帶他的團隊 現在去館長室 我就 因為來 這個單位 報告 沒有辦法參與 我們的秘書 現在也去館長室 跟我們這個新的主任 吳榮順 和他的團隊 現在也去討論 我們未來跟傳藝中心 更多合作的可能性 前 差不多 兩百個月前 我們那個 打掛戲的比賽 去文化工廠的時候 吳榮順主任 那時候還沒做主任 不過 因為他的專業 要補分 我們也要請他 聘請他做我們的 評審委員 所以那個時候 也有一個機會 跟我們的吳主任 做一個交流 他也很表示 那時候他知道 他要做主任 那時候就開始表示說 未來 跟我們的 戲劇團合作 應該更加強 他就馬上口頭上 做一個表態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是一直 做努力 剛才我們邱榮順 有提到的 全聯的部分 現在要新的團隊進駐 我們跟全聯這邊 也一直 做接觸 我跟全聯的團隊 現在 我來文化學 三個月的時間 全聯日 也是差不多 兩個月的時間 看他們自己 直接面對面接觸 也有四五次的次數 所以也一直做努力 是要跟他們做一些合作 你有說的合作計畫嗎 有這個部分 都有提到 現在因為 國際透露的過程當中 還沒有做任何的決定 所以我就比較不方便 直接說出來 因為這個還沒有很確定 那你在今年 心中的時候 也確定整個合作計畫嗎 我們現在一直去做努力 還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我們現在 後來是拜三 管長跟我們的文化部長 政部長也要好 來帶我 跟我們的文化學團隊 跟政部長做記憶 我們這邊有些提案 其中一個提案就是 未來卡傳譯中心的合作模式 希望文化部 這邊卡來做一個支持 好 應該這樣說 綜藝生的時候 大家焦點一樣 在南西團 存費的問題 已經說了很多年了 管長副管長也對 存費的問題 在議會也做過很多承諾 但是一直看出很記憶的成效 所以本身的建議 你如果可以在綜藝生心灶 進行 應該從合作開發計畫 很明確的方向來做報告 不然本身對綜藝生的保安外 非常地堪虐 來正式跟您提醒 請您特別再加強努力一下 再來 剛才選擇貿易也有說到 我們對文化資產的認定 有時候 在林局長的時代 鎮定上 都過度自我 根本沒有可能到 很多相關團體的感受 很可能 你說像第一銀行的就好了 補得這樣 結果您再用其他的文資法的保安 還要把他報告死 再說早期 我們二級王公廟 萬人儀廟 他到現在放在那裡 人家建廟過程當中 我們管政府 會有提供任何相關的行政資源 也沒有了 所以我心裡說 你現在中央紀念 有文化部要大力支持 以我們官 雙官 這種文化資產也好 或是骨子保存 頂頂頂 我們有案子散開 你應該像 過去 我們欠人的部分 適度要保護人 你說 那個 那個 幹的利益 那個媽祖廟 同樣意思 我們都會學會 結果 文化資產的保育部分 都給電影上 特地去籌措資源 去做重建 做改建 等等這個工作 我認為這不是我們紀念 官政府應該會的作為 我曾經去分寧 賣了 人家一間 媽祖廟 被拼了 二十三十個孤子 結果 人家除了 台法一團 給它 支助以外 官政府也變了很多間 幫助幫忙 那個也叫做 讓文化資產 讓古蹟 得以保存 一個重要的動力 政府 不跳出來 積極介入 你叫做 地方代理在那裡 籌措資源 等等那些都不對 你是這方面的專家 我希望說 你看過那些國家 對文化資產的保育 過程當中 好的經驗 固定的議論館 我相信 對議論館 過期很多好的 歷史的空間 背景 就做一個保存 也不可以 讓地方相對的 很難看 所以本身才給你建議 你因為這個保存 你以來 後來之後 你做得到嗎 市長 市長 跟邱議員做一個報告 邱議員指教 非常的切入重點 就是說 對這個部份的未來 應該是做一個 更大的一些 政策 重要的一些主要 這個部份 我們這邊會做一個努力 因為我們 政府的議事 其實是有 比較少一點 所以 對文化資產 這個部份 很多都是 庫中央的文化部 這邊下去補助 這個部份 我們會做努力 去看有什麼 社會的一些 教會 將它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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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相關 有公共閒置空間 有幾位 正確有空間 我尤其 工商旅遊處 當然 跟你們家 也有一個連結 你知道 現實有幾位嗎 現實有 這詳細的數字 全都是售集 我可能 管理的場館 沒有辦法做準確 台詞的有差不多7、8、8、8的 很清楚的數據 我可能沒有辦法 現實行的整個管理引擎是都違而嗎 還是我們都沒有做管理 我們現在你說的一些限制空間,大部分是都配合不在那裡 配合社區嗎? 社區還是一些社會都有 本身建議,限制空間的使用一定要有活化地方 甚至讓相關的產業能夠利用我們縣政府的相關的空間 來讓他們做展出展領的一個舞台 我記得,我一天也跟工商流處建議 他們的場館多分,全部盤點,做一個清查 你如果將相關的公共空間釋放出來 你如果去招商啊,額外經營啊,可以增加限戶收入 再來,把相關的空間釋放出來,給議員議員團體去做演出 你用街頭藝人,或是說相關議員團體 你像阿里議員,他們也跟他一起放 很多很多,我們議員館很好,很結束的技術表演團體 都沒有空間,結果我一天說 議員官說文化理性、觀光理性 這方面的,我們就做不夠了 既然說這個,我覺得都說好聽而已 對實質上內涵的部分 對實質的意義部分,都沒有幫助 我認為你有很好的思維 你有很好的背景和學歷 本身認為你應該來做這個工作,有困難嗎 來做盤點,然後把空間釋放出來,有沒有困難 這個應該要做的 可以啦,沒問題啦 好,我先給你感謝啦 好,還有一點 我們博管家族的部分 今年面臨到,那一年未來就任 面臨到中央經費申請上的困難 所以造成很多博管家族團體的成員 跟縣長這邊來做緊急申請跟請託 剛好鎮部長有聽到我們地方的聲音 宜蘭館各鄉鎮單一有特殊性 有地方性的博物館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部份,我們回去以來 讓他們各自努力,各自去爭取資源 我想這樣可能是比較不好 應該是做一個串聯 做一個代狀的串聯 點線面的串聯 如果這樣,你不可以發動將宜蘭館 所有博物館家族的成員的特色 做一個全面線行銷 這樣對建國主委的導集 他才不會去弄毀掉的 這本身就是的建議 你正在說這個部份做得到嗎 好,政大夫 這個部份會做一個了解 做一個資源的整合 當然我也希望說 去輔導我們的地方文化館也有能力 自己去創出中央的一些 價位的儀勝 這是一個能力的養成 這邊做資源整合,做一些輔導 做一些合作 好,這樣感謝,你請坐 當然 土耳朗文化館也 就同樣在那個部份家族裡面 所以建設單一館別 都沒有資料 跟中央建職的一個館道去連結資源 我想這是非常不差的 他們的特色 他們的館和其他館市不一樣的收集 我相信局長你應該要知道 你如果不讓他做一個適度的發揮 這些館,雜盤都要消滅掉 雜盤都要消滅掉 大家早安 我想請教局長 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 你可以不可以自我介紹 然後你的專長報復 我感覺很好奇 你為什麼會自投羅網到文化紀來 你 好,簡單的說明一下 簡單 好,謝謝陳議員給我機會 那個,我是 你講歸 我是徒生徒長的宜蘭人 就從小就在宜蘭出生長大 就從 歷行國小復興國中 宜蘭高中 一直就在這邊讀書 然後到讀大學才離開宜蘭 服務完兵役之後回來 就第一份工作也是回來宜蘭服務 就是我們文化局、南洋教基金會 那時候主要就是配合同案藝術節 當時的綠色博覽會是文化局跟基金會在處理的 還有綠色博覽會、歡樂宜蘭年等等的 這些我們縣內的文化相關的節慶活動 當時佛光大學在宜蘭設立 我當時也考上第一屆的佛光大學研究所 那你的專長是什麼 我第一年 我說專長 對 佛光大學是社會學 然後後來讀 在讀碩士研究所的時候是文化人類學 再過來又是考古跟博物館學 所以都跟文化都有直接的關係 好 你投入這個宜蘭學文化的領域裡面 你的報復 你想要做 是 你為什麼自討論想要接這個文化局 就是 離開宜蘭之後就會知道宜蘭的美好 所以 當時我在外面做很多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會覺得有點可惜 就是說我的 學習的成果沒有放回宜蘭 長話短錯 所以回到宜蘭 其實我感到很幸福很高興的一件事情 也不是自討論很高興 好 我請教你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你們的工作報告 是 有沒有看過 有 一下耶 一下耶 沒有 請坐 其實我已經看我當一員已經第六年第七年 我看那個 好像這個工作報告好像一樣發葫蘆 他只是把這個數字改變 幾個人次幾個人次把它變來變去而已 我相信 大概他在編這個的時候 你局長還沒有還沒有做 所以 每一個科士的主管 你對你的這個 這個工作報告 我已經看你了 好像那個數字都沒有 只是數字在變 而其他的字沒有變 到底文化局在做什麼 局長 你剛才那個 沈德茂也講 文化 何謂文化 文化是 應該是 不要一成不變 應該是多樣化的 應該是多變性的 還有創造性的 還有生活化 我看這裡面 你們的工作報告什麼都沒有 最重要的 局長 這裏面 這裏面 原住民的工作報 很少 幾乎等於零 剛才 剛才我們主席講說 這是你編的 是不是你編的 局長 請教你是不是你編的 謝謝 陳議員的指教 這個工作報告是我們同仁 大家一起來合作完成的 所以最後訂稿是你嗎 當然責任是 一定是在我這邊是 好 那我剛才講 請坐 這個原住民的工作 好像幾乎我剛才翻了 都幾乎沒有 那我請教你 這個是工作報告 明年的原住民的文化的工作 你要怎麼做 你認為原住民的文化是 悄悄悄悄 或是吃喝玩樂 原住民是我們宜蘭縣最 局長 你說說看 明年你要怎麼做 你給他打呼 謝謝主席還有陳議員 對於原住民文化 其實文化局一直都非常的重視 我知道你們講重視 這裡面都沒有 對可能我們裡面 稍微疏漏了 但是我們一直都在做原住民文化的保存 傳承推廣的工作 未來也會繼續努力 明年的原住民的文化的計畫 希望在縣長執行前 提交給我們三位原住民的議員 列入紀錄 好 列入紀錄 好 請坐 我再請教你一個 漢本遺址小不小的 小的 有沒有看過 有沒有看過 你只有點頭知道 還沒有看過 你知道現在變成什麼遺址嗎 你說 國定遺址 國定遺址 那國定遺址是 擺在原地 還是要擺到台北 台北地方去 好 一打呼一打呼 謝謝陳議員指教 因為現在漢本遺址 已經指定為國定了 所以基本上是由文化部這邊來 主要來配 然後當然文化部 非常尊重我們宜蘭地方的意見 所以他們的任何會議 我們都會有人過去參與 我們會比較傾向於 現地的一個保存跟展示 好 感謝陳孝仁議員 現在繼續我們邀請江碧華議員 剛剛 我們很多的議員都在關心 我想你是 對文化局來講的業務 你應該是非常 回鍋吧 你是不是回鍋 那你有這個勇氣來承擔這個責任 因為 有一些的議題 從文化 過去的縣長 都有這個很大的標題 歷任來 文化立憲 那文化立憲 隨著時代的整個 演進 我們發覺到從頭城開始 然後從郊西 昆布的所有的鄉鎮 我們宜蘭縣內的 所謂文化立憲 過去 來 以為 以就是以來自豪 就是從游西昆時代 所謂的代表性就是童萬籍 那 歷屆的縣長 經過游西昆 留守城 留守城 增加的是立博 那再來就是 李國華 李國華我想他的創作就是 他是在招商 整個這些的 把一些的 一些的公園的土地怎麼去活化 都根等等 那再來就是 林聰賢縣長 那林聰賢縣現在他所這個 文化的這些的含義裡面 我想只是增加一個 所謂中心文創 再來就是所謂大家所關心的 就是童萬節 要把那些的固定的設施 在延山童萬公園 這些都是歷屆很多的縣長都在 這個要推動 那我們不曉得 你是以前應該是在 林德福當文化局長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也是當議員 大概他超過20年以上 在這個20多年來 這些的文化的演變 到一些歷史古蹟的保留 或者是一些 遇到一些的 建設的方案 遇到到底是要何去何從 有一些的就是 個人的角度 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 無論是我們花蓮那一段 就是我們挖到一些以前 還有一些的歷史苦蹟 烤蹟啊等等 我們不曉得 我們以我們宜蘭縣的 木有縣框的財政 從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展現出來 很多的不管是一些的案子 好像都是委託 那我們委託的話的對象 坦白講委託對象 到底他的我們是怎麼樣的 零顯 是隨便 跟你們私下有私交 有關係的 這些的團體 甚至於 委託一些工作的 個人工作室 我覺得這種做法 當然 如果你們是要以 開言截流 要節省你們的人力資本的話 可能這些這些人就是當志工 無口厚微 如果他是學者專家 要來協助推動我們文化 各方面的活動 我們是歡迎 如果是以這種 移花節目的方式 來消化預算 來做一個把關 而且沒有記 毫無公務人員的資格 他何德何能 這個本席有非常大的質疑 現在變成文化級變成什麼 好像是 社會處 文化科 你們現在所辦的 就是包括 你們社區的 好像社區營造 你們也在做 好像你們的這些的 只要的一些的 文化這些的 以前的那種光榮感 現在好像 文化 文化中心也好 演藝廳也好 所謂這些的 納入文化古蹟 現在林區旺離開了 我單獨 宜蘭縣來講 納入古蹟 從頭城的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羅戰翔 要納入古蹟 再來就是我們 宜蘭 這個整個區塊 那從 本席那個時候 當代表的時候 我發現到那個時候的 游希坤縣長 為了要取得 宜蘭市中山公園的土地 邀請我們這些代表 然後呢 興建了一個演藝廳 那演藝廳到現在 你認為這個演藝廳 何無現代的這些的實用嗎 包括連最基本的停車 包括連最基本的這些的演藝 要去表演的空間等等 您是不是要做一個 通行的一個檢討 還有一些的 我們宜蘭市納入文化古蹟 從 宜蘭市中山來開始講去 第一銀行 台灣銀行 還有就是我們延伸到 新葉廣場這些的舊線舞 再來是舊建議 再來是五谷廟 整個一個區塊 如果是要做一個真正用心 而不是只是把它劃定 如果是只是劃定的話 我們是古蹟有1級2級3級 那我們包括我 鎮壓油也是 這個新點就是鎮壓油 我們也把它納入古蹟 那再來就是什麼那個 早上老議長說的 好像媽祖堅 你也納入古蹟 如果是符合我們社會的期待 你不能只是把它簽定 那現在如果有你有財力 如果我們到歐洲去看一下 我們一些的歐洲歷史古蹟 我們年代是怎麼樣的發展 是結合政府的財力物力人力 包括民間的也是相對的 一些的物力財力 而不是以行政權把它劃設 如果是單獨以行政權 你可以把銀蘭縣 你就把它全部弄到路好了嘛 銀蘭縣就是一個大的博物館嘛 是一個歷史空間嘛 你這樣的一種劃設 是不是有一種行政 要超越這種民意 我想您是再回國來擔任這個文化中心 然後是一個 不管是早期的您都有這種 對於一種創意創新的這種理念的推身 那現在不能說一成不變 我們文化立憲 我們要什麼立憲 我們的古蹟是要怎麼一個發展 而不是幫人家只是劃定 好像就把這個古蹟就把它簽定了 就判得刑的一樣 永遠不得操聲 那你要怎麼樣讓他活倒 怎麼樣活化 還有 最近 我舉這個104年審計部給你的審查報告 我不曉得你們有類型 整個內容裡面 宜蘭你們的文化 那個文化集裡面 總共有四大 四大類項 包括早上大家最關心 包括南洋戲劇團 南洋戲劇團是公立的 北溪也當成一個民間的團體 是撞山兩路團 它是屬於民間團體 也獲得我們文化部的 全國指定的一個團體 我們有獲得到 這次有獲得到我們文化中心 或是文化集的關心 或是一些的 輔導 或一些的人力武力 在利用演藝廳沒辦法表演的時候 只能 再用中山共演的一個角落 然後呢 每個禮拜在那邊固定的表演 有看到我們文化中心 只是開場的時候 一個工作人員 情報關心去關心一下 後續的一些的關心 跟我們南洋戲劇團 一個功力來做一個比較 我發覺到 行政 只要是你們行政單位的 你們的預算 你們有人力物力財力 那民間的 就好像給他自生自媚 你要自求兜福 這種強烈的對比 難道就是我們所謂的文化立憲嗎 各位 剛才有很多關心 呃 國語 是 不管是這圓圈 這幾人國地 這個競賽是從日記時代 到現在的一個團體 我不曉得你們是怎麼一個關心 你們所謂高唱 文化立憲 你們是這種作法嗎 啊 把那個南洋戲劇團累積下來 有幾億的支持 實質上有沒有成長 本習已經 之前已經跟你們建議過 傳譯中心 應該要怎麼樣把他 歸納他來任養 或者是文化部 指定一個議事團體 或是一個議事大學 來做一個任養 你們完全沒有作為 只是會浪費 只是會浪費 人力財力物力 只是用你們的工錢力 來扣子一些地方的發展 然後就不管 不理不財 文化那個 你回國的這個 局長 你簡單打誤一下 好 局長請打誤 吳議員 就是這個議題 就是這個議題 那那個 我們都知道 我們台灣有一個 這個戲劇團 叫明華園 你知道它這個團 裡面 總共有幾個子團 你知道嗎 局長你知道嗎 幾個團 局長請打誤 局長請打誤 八個團 不用每 八個團 還有一個是兩團的 那它呢 它這是一個私人的一個 一個 這個歌仔戲團 它能夠 有這樣的一個規模 我們光只是聘請他們 來表演一場 就要百多萬 南洋戲劇團 叫他們來演 三十幾萬 沒有人要來 還要叫議員簽 管政府補助 難得一次的出國比賽 表演 就說幾個年幾個年 二十年的一個經營 管政府補助了多少錢 他們長大了沒有 八五百 二十一年了 對啊 你看看 人家明華園 他能夠這樣的規模 難道他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 還是 文化局 文化部那邊 譽助多少譽給他們嗎 為什麼 他們可以 揹一揹 我們都台灣人呢 人家最高 我們公辦的這個 歌仔戲劇團 會 當年 當年 我們議員都要出來檢討 那 江議員所領導的這個撞三 你看到他們的努力 敢不比人家 人家最高 所以好好檢討一下 現在我們為什麼今天 從早上到現在 每一個議員都在談這個問題 現在就要廢調了 你說等一下 是不是要廢調了 對啊 局長廢調你看什麼 來 講看看 謝謝江議員 吳議員的指教 那個其實 文化局一直都很關心 就民間的傳統戲曲 特別是這些比較 需要留意扶持的 所以我們也從各個方面來做一些努力 比如說提供一些表演的機會 參與到同外藝術節或其他的 重要的節慶活動 有機會可以進行表演 那當然我們覺得 可能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需要在未來做更多的努力 然後也很高興利用這個機會 可以聽到兩位議員 把這個事情反映 讓我知道 這個我未來一定會更加關心 更加的努力 在資源的配置方面 怎麼樣的做一個比較合理的 相關的配置 然後對我們需要扶持的 民間的這種傳統戲曲 做一些支持 這個未來會做檢討做加強 你現在剩兩個八點天而已 局長 我告訴你 其實他告訴你南洋戲劇團這個 這真的問題很大 怎麼說 南洋戲劇團 你們行為 行為去表演 我們這些議員 都是接到你們的時候 接到你們的檢視的時候 才要去表演 議員當然對南洋戲劇團沒有深入 沒怪人要跟你猜測 對不對 你來配合地坑政府 地坑政府 他們就有錢了 你看看 你應該讓議員說 來協調我都要比較需要 都要有比較弱勢 有老人 我們來演給大家看 不是啦 你們自己反應要去演 就要去演 所以說 這 沒怪你們 沒算剛好 另外我要請教你的就是 投層老街 過期 我們管政府花很多錢 把這個 硬體設備 來把它創作好 但是 現時我們看到軟體 到底是什麼東西 很多UK 跟投層老街 看不到 到底裡面 有什麼文化的意義 或是說 裡面有什麼文化的故事 潛藏在裡面 讓人去了解到 開蘭第一聲 裡面有所包藏 在裡面 所有呈現遊客 對吧 我是認為說 你應該在你頭上的 那 碰到 我們這個 文化的部分 包容一些在地 文化的人才 可以在這裡 慢慢延續 延伸出來 讓一些地方的小故事 歷史的小故事 呈現在那個地方 遊客來這麼有東西 不然現在 第一個 你們說文化人 不主動 來做這個商業 所以你們也反對商業在裡面 然後 沒有商業 好 他們就沒有收入 沒有收入 我們今天就來講文化 但是你說的文化的時候 你們還沒要給他們錢 沒要給他們錢 這個未來 沒辦法來做 所以我看到 投層老街為什麼 什麼 硬體 很久了 為什麼到現在 還沒辦法說 讓遊客 有很完善的 感受到說 整個 整個老街裡面 要 遊客的 來這裡 齊頭之後 會收穫 局長你可以說一下嗎 到底你們裡面有做什麼 你有簡單 給你一點時間 你講一下 局長請答覆 謝謝議員指教 投層 他的文化跟歷史重要性 我想在我們宜蘭縣來講 我們都公認的開蘭第一層 是具有很重要的一個 歷史跟文化的一個地位 對投層的文化 還有他的軟體的部分的發展 我們文化局一直非常的重視 最近我們也一直持續的不斷 跟投層的相關的文化團體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年輕人 做文創的也好 我們也在做一些努力 文化團體跟年輕人 是要找在地的 你不要去找一些學者 學者專家 我覺得是很好 可以提供他們優良的知識 但是在地的人才培訓 我認為很重要 要把他們這些好的東西學習下來 因為酒精嘛 酒精後面他們就可以 服務到UK 可以在那裡創作 還有更多文化的東西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我看你們都找外地的人來 找外地的人來 有時來一個位 兩個位 美女就走了 美女投層就沒有文化了 不能這樣子做啊 因為要培訓嘛 培訓在地 我認為這才是對的啦 另外我要再說的是 除了老街這樣子來做 你看整個宜蘭縣裡面 現在一個叫做公廟文化 民間的力量很大 每一次的慶典裡面 這些公廟 他們都發揮到 他們個人的民間的力量 有錢的出錢 有來的出錢 有人的道具 但是我覺得我們今天 文化就是因為 有公共廟這就是有歷史 有文化 我感覺這塊你們都不去 當時了 一天到我們的文化 就是我們看到他們 在那裡有樓 他們在那裡有廟 我們應該怎麼樣來引導 這些公廟怎麼樣走入正軌嘛 對不對 民間大大的力量 我們官方都沒有來幫他們 幫他們扶持 不然我們也派一個人 去幫他們關心 當然 這個跟民政處也有關 但是文化處 你們就他們各公廟的特色 公廟的主神 侍奉的主神 所以我們要來幫他們做道推廣 給他們一些歷史的由來 到底他們的族群 過去是怎麼樣 是怎麼樣來 我們要去提供 我們要去幫他們關心 對不對 不然我們文化局 到底 對這一個區塊 我看是靈 局長 這是靈 你要說一下 你們有做什麼 你請問一下 局長請答應 一邊答應 江妍 我們宗教 是各個種 你請坐 宗教的是涵蓋多元化 所以我要請問一下 那路我們 宇蘭縣 不管是一級二級 三級的文化古蹟 無論各種宗教 這些的 不管是公廟佛教 或者是基督 等的 等等 我們宇蘭縣 在這方面 我們琢磨多少 再來就是我們 所謂文化歷縣 要怎麼去結合各個宗廟 然後這個宗廟 然後這個宗廟是有一個 坦白講 就是我們歷史的恩怨 這些都是有文化背景 歷史文化背景 那你怎麼樣去把它做一個結合起來 我想 大家在座都有機會 都到國外去歐洲一下 我們 是多少年的歷史的文化 五千年以上 既然我們的這些的 當然台灣 不管是早期的 從政河到台灣 或者是政成功到台灣 或者是更早的 這些的宗廉人到台灣 我想這些的 跟宗教都有習性 只要有人類的地方 都一定有宗教 因為這是 身心靈的一種 寄託的中心 那我們怎麼樣 把它納入 這些的文化的活動 我想這樣 一併請你簡單答覆 好 請答覆局長 謝謝兩位議員的指教 確實那個 宗教在我們的文化 或我們生活當中 是很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剛才江議員提到 我們人類 只要有人類 有腦力的一個動作的 思考的一個過程 對於信仰 對於宗教 它就產生了 它比我們的文字 比我們的歷史 開始記載的之前 很早之前就發生了 所以我們很多的 藝術也好 文化也好 甚至我們 視覺藝術 表演藝術很好 很多一開始 很多都跟我們宗教 跟信仰很密切的 連結關係 所以宗教在我們生活 跟我們的文化 是非常非常重要 這個不可否認 對文化局 這方面的工作 如果確實以前 不夠的地方 我們未來 應該要虛性做檢討 這個部分 確實應該要加強 局長 我還有一個問題 要請教你 就是說 你們現在 在輔導這個 社區總體營造 輔導社區總體營造 他們一天 這些地方的人 由社區來組成 也有很多老師來引導 發掘到 每一個社區的特色 但是發掘到 每一個社區的特色 我想 我們管政府 一天到晚 補助很多社區 外長 補助很多團體 都外長 經費這麼多 為何 我覺得說 在社區總體營造 這才有 歷史意義的 一個工作 而你們 我給他們的資源 卻是那麼少 我認為說 這個部分 我感覺說 你們要來做加強 讓每一個社區 我覺得輪流去做 比如說 一個鄉鎮也好 好 那我們現在先休息十分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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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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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同仁 請就坐 來列起單位 請列起報告台 好 繼續我們邀請吳秋天議員 還有孫當議員 我們邀請 我們邀請 局長跟所有的同仁 互坐 大家所有忍忍一下 你 同仁 大家掌 剛剛我們在 我們很多的同仁提到了 這個同萬節的部分 那 局長 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的這個同萬節的 這個 今年的這個狀況 我發現呢 我們好像是新手上路的感覺 在這個 在這個 從開始到這個結束 一直在改變我們的行銷策略 從之前的這個商務票 到後來 又碰到了這個 搭那個 那個交通工具 是公眾的這個 交通工具的時候 又買一送一 然後呢 又憑著住宿票 又買一送一 那這樣的狀況 真的打亂了這個 所有的票物的這個系列 系統 也讓很多的這個 我們的民宿業者 我們的這個 旅館業者 無所適從 到底該怎麼辦 搞得我們今年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 入園人數 跟我們的購票數 我相信 一定會比之前 還 前幾年都不好 那 對這樣的一個 一個運轉的模式 我不曉得 這個時候局長 你來了沒有 還沒有 好那沒有的話 這個是誰哪一個負責的 來您說明一下 好請答悟 謝謝吳議員的 關心那個 童韓節的活動 那有關童韓節 那整整體的行銷的策略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一開始 針對所有的那個 票券系統 包含我們的 為了解決我們 假日 人潮擁篩的部分 所以我們提供大眾接駁系統的一個優惠 那在 針對住宿的部分的話 我們在活動開始的前期 我們有發現 我們針對住宿業這個部分的優惠 其實比較不足 所以我們才臨時有提出這樣 住宿買衣送衣的一個優惠 那是有一點點倉促 也造成了民眾的一些 一些 印象比較不好的部分 那在這裡也 也跟大家之前一下 一個 這麼大型的一個活動 也是代表了宜蘭縣的一個 旗艦的一個活動 我們居然會碰到問題再來轉彎 那我不曉得 其他的小活動 那就不用再說了 對於這一個票務的部分 局長 雖然你還沒有到 不過呢 我相信 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你已經有了解了 你說明一下 該怎麼的來彌補 做什麼的檢討 課長你坐下 那局長你回答 好 局長去答悟 謝謝五眼指教 那個 借我所知 今年的同案節票務系統 確實是比較混亂一點 但是 其實 工作團隊 當時最主要出發點 其實還是希望能夠 刺激我們的遊客 其他出發點是好 沒有錯 出發點是好 但是 不是一直走 一直在修 二十幾年 將近二十幾年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他會越走越兇 越越 露得打個亂七八糟 是 所以我們今年特別檢討的就是 票務這個系統要提前的啟動 所以我們在 一兩個禮拜前已經 把你的這個檢討的這個過程 他的這個紀錄還有資料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提供給本席 包括了我們的入園數 收入的這個 收支的一個數據 一樣的提供給我們三位議員 那好 既然今年的印田的洪安節走得跌跌撞撞的 那我現在要了解一下我們的童萬公園 從縣長上任 開始 恢復了童萬節以後 到現在 一直每一年都在講童萬節 童萬公園要怎麼做 我相信很多的議員也在 在關心 那每一年 那一年也做了一個很大一本的這樣的一個報告 那現在走到哪裡了 你說明一下 謝謝吳議員關心我們童萬公園 一兵大夫 那位主席 各位同志 童萬公園這個問題來講 你現在是怎麼說 我們一直在做 都在了解 買才不會了解 風台來就拍了什麼 如果童萬公園 你公園去做下去 那是英雄的 不會害怕 不會生死的 為什麼要做童萬公園 就是過去 我們一開一兩頁 來去做這個設備 他用用後他再聽起來 用用就再聽起來 是要做童萬公園 童萬公園就是意思 去做下去 開這些錢下去 會研究 可以使用 不用再聽 不用再聽到 但是來講 你們管政府 無論如何叫 管政府一開始在跳票 說當時要做什麼 當時要做 當時要做 結果 都沒有實際 這樣 例如我們鑑鑑 黃國長 有拿出資料 我 我是覺得 你拿出資料 以後會再跳票 還是沒有 你看 我們之前 就說要開工 要做 結果 你去看 剛才也要不定當 結果 結果 我們也偏什麼 偏這個 這些 這些 保存的錢 都偏偏下去 結果沒有在使用 也沒有保存去存 也沒有種種 在進度 在退店 都沒有了 結果 一樣 鐵 鐵門關的那條 要不去使用 所以說這個問題 這個研究 是怎麼說 同樣 可以賺錢 大家付得了錢 結果 就是這樣說 你沒有一個 研究的看法 所以說這個銅鑽公園 無論如何 在銀山 你要趕快做 要趕快做 結果 哪一天要開工 哪一天要 哪一天要 英文 請教長 你做一個 改作一下 醫生 好 疑病黨後 請江碧華議員 我記得您也細數淡淡 局長您先做一下 你做一下 我覺得您也細數淡淡 好像你說 延山 銅鑽公園 不管它的 接牌 啟用 營運等等 但是我們要了解它的 內涵 到底是它的規模 是照什麼程度 是不是能夠 我們宜蘭縣 那些銅鑽 開始活動 是不是能夠破百萬 然後呢 這些的 包括它的設備 包括營運的規模 你應該要很詳使 向大會做一個簡單說明 好 局長 請搭訪 三位議員的諮詢 好 謝謝吳議員 黃議員 還有江議員 對於童韓公園的 進度的一個關心 確實 童韓公園現在 我們在縣政府 也把它列為重大工程 所以 山長們 還有我們文化局的同仁 都對這個 工程也非常的重視 而且 定期的都會去追進度 然後我們目前的進度 跟各位議員報告 就是 我們的規劃案 現在進行 最後的一個審查工作 應該是近期 就會完成了 文化局這邊 已經初步審查 然後現在也 因為有專業的部分 我們現在也移轉給公務處 做他們的專業部分 做一個審查 做一個修改意見 近期就會做一個完成 這個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就是 它的土地的移波的部分 我們跟國防部這邊 也不斷在做溝通 所以之前在這個部分 確實因為 國防部他們可能是因為 長官有換人了 所以這個部分 之前談得很好 然後後面好像又重新談過 不過目前 又有好的進展 就是他們內部的程序 已經都走完了 現在就等正式的公文 通知我們 因為這個正式公文 我們才是真正確定的 所以我們現在還在等這個正式的公文 這第二點報告 第三點報告就是 我們的同安公園施工的問題 我們的自償性的公共債務審查委員會 也在大概一個月前左右吧 剛剛我們委員經過幾次的檢討 最後終於通過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 等正式通過之後 我們開始就是會有貸款 然後就開始要進行施工 我們預計是今年年底 就開始上網公告 然後明年就開始動工 然後希望是在107年的年底之前 可以完成整個工期 然後第四點報告 我講一下 教授 你要知道 本來這個通安公園 做到中華川 是幾十家 現在做到這裡 剩三家 剩三家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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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富我們議員 英富議員 英富議員共議會 這樣是不可以的 不可以把一些衣服 不需要真的去設備下去 但是 不可以說 親切結束 這是很困難的 不可以讓英富的心態 我現在你看的是 你們說 當時要開工 當時要怎樣 這 議會說很多次了 結果 空空了 對不對 沒了沒了 港部已經處理好了 軍的也處理好了 衣服也處理好了 結果 一樣沒了 對不對 所以說 要有助 希望 你要把這個事情 很關心 趕緊處理 趕緊有一個成果出來 這樣吧 醫生 好 謝謝議員指教 主長你請坐 其實 講到了通安公園 大家都很大的一個期盼 那你剛剛說到 今天底要 要那個 上網公告 107年要完工 因為107年 館長要下層 所以一定要一個成績 說八年 說九年 一定要有結果 我很懷疑 到底有沒有那個結果出來 所以你不要又說了空話 就像很多的 很多的那種工程一樣 你不要讓這個 我們縣長 縣長也不易 就說 一個空話的縣長 我講啊 那就是因為 什麼原因 什麼原因 都有一大堆原因出來 那把實際的 這一個我們的 旗程 資料 在縣長總之間 提供給本席 我們三位議員 還有我們的黃議員 總共四位議員 要不要列入記錄 讓我們知道 你這個到底問題 是怎麼樣子 我們還要跟縣長討論一下 請列入記錄 好 列入記錄 再來 局長 剛剛呢 我們 講到了這一個 社區總體營造的時候 我們知道了 我們每一年 委託給這一個 很多的這一個 社區也好 委辦單位也好 有很多的這個經費 但是我們知道 這一個社區的這一個 承辦 有的時候是小規模的 那但是這一個對 常常在承辦的這些社區來講 他真的有落實在做嗎 只是說還是說只是拿到經費而已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了 在我們宜蘭縣整個 這麼多的社區裡面 真正有參與社區營造的 其實也達不到三分之一了 所以我們很期盼呢 你的社區營造 是能夠持續的推廣 而不是只有那些老社區 每一年都在review 像我們的這一個社區日曆 我看到呢 常常都是一些的老面孔 就是今年是他 隔兩年又是他 再隔幾年又是他 那其他的新的社區 他有沒有再加進來 並沒有 我們這個每一年的這樣的一個成績 真正有能夠把這個 我們要讓這個社區 他持續的這個生長下去 發展下去的這個目標 在邁進嗎 呃 局長你說明一下 好 謝謝五言指教 那個其實文化局對社區營造的工作 一直都非常重視 然後我們也持續推動了好幾年 然後宜蘭的社照工作呢 其實它是跨局處的 我們很多局處都一起來做努力 那就文化局的部分呢 文化局在做社照這方面工作 一直得到我們中央 還有文化部這邊 還有其他外縣市的一個肯定跟認可 一直都會把宜蘭的社照的經驗 當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成果 其實局長我知道啦 因為真的一些的社區 他是很用心的在做 但是真的我感覺很可惜就是 有一些的後來要加入的社區 很難再進到這個 我們說核心的工作裡面 所以我看到了就是這些委辦的單位 我現在我 你敢把這個委辦單位的資料給我 我不曉得哪幾個委 我們是委托帕辦理的 包括這個我們所謂的旗艦 包括所謂的這個 我們的社區日曆 或者是我們在這個社區裡面 不管是他的這個小故事也好 或者是社區美化也好 這一類的這個社區營造 這些都是我們要來關心的 這些資料提供給本席 然後呢 哪些社區他是曾經 在這五六年當中 他曾經參與的 拿到的經費是多少 詳詳細細的 在縣長總執行之前 提供給我們三位立員 這個一併提供給我們三位立員 就是甚至於委託個人 我們發覺到時候好像聽說我們 文化級一些的網路 網路的一些的新聞 是委託個人工作室來做一個訊息 沒有嗎 你不要說搖頭科長 這是事實喔 把這些的 是委辦哪些人 我想一個公家機關 網路是可以委託個人在 來做一個發行 來做一個發言 那這樣的話 我們現在是可以委託個人 我們就可以委託楊基山 或是委託人 可以來做一個 網路的一種新聞的發布嗎 這是事實啊 不要說搖頭 而且這個人 姓名我都有 希望在現場之前 韓魯給北溪 我們三位議員 局長老董軒你知道嗎 在哪裡 在文化工廠 在文化工廠 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東西 它是一個公共藝術 好 那當初在這一個文化工廠 設立這樣一個公共藝術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質疑 就是說這個東西 因為我們既然搞好 然後文化工廠 它又是一個開放的一個空間 果不其然 今年的颱風 就把它吹得亂七八糟了 那這樣的一個公共藝術 當初花了多少錢 你知道嗎 人家就給你賠償五百萬 五百萬 那今年修復多少錢 那知道的人說 保育園修復期費大概是二十一萬左右 二十一萬 對其中包括防台 之後的防台措施的施作那樣子 那將來 碰到颱風的時候 沒有我們現在檢討之前的經驗 我們有設置那個新的防台措施 希望說能夠可以 之後的在颱風季節的時候 我們就會 把那個防台措施施作起來 讓它可以一勞永逸那樣子 會一勞永逸嗎 他是用那個竹片弄起來的 所以我們之後會給他 穿上網 就是防護網 跟下面地鎖的部分 那變成是不像了嘛 那你先坐 機長 像這樣的一個公共藝術 花了五百萬 然後每一年 碰到紅台的時候 還要再來整理 然後呢 先來做一個防護網 這就違背了當初 設立這個公共藝術的 主要的一個精神目標嘛 對不對 所以開這錢有那個效果嗎 那現在我們不要光只是說文化工廠 我們講廣泛的這個公共藝術 我們對這個整個宜蘭縣的 這樣的一個大型的一個建築物 它的所謂的公共藝術的一個裝置 我們要不要做檢討 該怎麼樣的一個設立 一樣的把這個設置的辦法 在縣長總之間提供給本席 那對於這個老董宣 將來我們怎麼樣子來維護他 那五百萬花了 那是不是要每年都要花這些錢 來做一個維護 那你做了一個防護網 又會怎麼樣子 一樣的把這個報告給本席 再來 那 剛剛我們有同仁提到了就是 到那個我們的一些團體在這個 進到我們的宜蘭縣來表演 那我想了解一下那個 童韓節的時候一些國外的團體 進到我們這個宜蘭縣來做表演的時候 他這個是不是有商演 哪一個說 有沒有進行商演 警察 報告委員 國外的團隊一般來我們同仁節的話 他基本上都沒有費用的 我們都是跟他談的都是 我們只是落地接待 然後還有給他的所謂的日常的零用金 那沒有進行商演的這種情況 那這個會不會受到的一些所謂的情資單位 做那個 限制說他們不能表演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 我不是很清楚很懂 就是說 他這個是 他不是 他主要進來這邊的時候 他沒有進行商演 那就像剛剛我們知道的 這一個 這一次文化工廠的這一個 松山少林寺的表演 他還是認為說他不能表演 那為什麼童韓節的這些團隊 他就可以進來表演 有沒有一樣的情況 他也沒有進行商演 他也沒有申請來的目的 對啊 情況是一樣的 他也沒有來收門票 但是為什麼他們可以 政府 縣政府辦個童韓節 他就可以邀請國外團隊進來表演 但是這個民間的團體 他只是來這邊 贊助他的廟會 做表演而已 那為什麼會不一樣呢 政策就轉彎了嗎 那個 鎮峰處這邊 你也去了解一下 鎮峰 鎮峰是不是 鎮峰處還是什麼 鎮峰主任是不是 對這件事情 你也去了解一下 你不要告訴我 你不知道 因為 怎麼樣 你又說 報告以為我會再了解 好 那個 這個請列入紀錄 因為對於這一個 不同的團體 在不同的場合 不能因為主辦單位的不同 我們就對這一個表演團體 他們要進行商演 我們就給他不同的待遇 所以 主持人這邊也就了解一下 然後 一樣的把這個報告 在現場總統之前 提供給我們三位議員 好 主席 我們的文化局局長 還有各科室的科長 以及我們議會同仁 大家午安 你好 好 我們非常歡迎 我們知道我們的文化局局長 也是最近才進來的 我想了解一下 你身為文化局局長 我先請教一下局長說 我們台灣原住民有幾族 你知道嗎 有16族 有16族 哪16族 不要像那天那個教育處處長唸不出來喔 阿美族 泰亞族 台灣族 盧凱族 北南族 亞美族 邵族 周族 格馬南族 泰魯閣族 呃 那卡那卡富族 呃 布農族 塞德克族 呃 拉阿巴 拉阿魯 拉阿魯阿族 對這個我比較不熟 你還少一個喔 他一個薩其拉亞族 你現在是剛好這樣子 顛三島式這樣子齁 不是從前面九族 然後後面的 那我們的那個 格馬南族是第幾族 最大族 第十一族 第十一族 好很好 那我請教一下我們宜蘭縣 目前比較大族群有哪 那找前三 前三名的就好 前三族 宜蘭縣喔 阿美泰雅 還有 格馬南 哪幾族 阿美泰雅 布農族 好 呃 就是我們兩鄉大同鄉 南澳鄉是泰雅族 然後目前居住在都會區有阿美族 然後我們還有現 原來現職的就是我們的格馬南族 雖然格馬南族的人口數非常少 還不錯齁 文化局局長 先給你打幾個分數齁 雖然呃 顛三島式 不過沒有關係齁 對 因為他剛來沒有關係 那對於我們這樣子的一個多元族群在我們宜蘭縣 你對於我們這樣的一個文化發展 你有沒有什麼想法 因為我看了你所有的工作報告裡面 對於原住民文化 剛剛我們的陳孝仁議員也提了 你幾乎沒有什麼琢磨了齁 所以你針對這個部分你可以稍微講 一分鐘 好 謝謝 好 請答 我們文化局對原住民的文化一直還是很重視 所以對未來我們還是會持續的做努力 然後我們的各科室還有我們的南洋博物館跟縣市館 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而且對未來會積極在這次方面做一些努力 比如說我們的文化發展課這邊呢 我們一直在配合的部落文化的發展 比如說熱水社區的發展協會 這邊我們做了很多的一些資助跟一些支持 比如說我們這個有夢宜蘭提尼的這個合作計劃呢 我們就補助了門諾樣青年舞蹈團這邊有一些幫忙 然後我們的文化資產課這邊也一直在做努力 特別是我們的比如說漢本遺址 還有我們的太亞族的一個傳統工藝的保存的計劃 然後對未來的口述歷史這部分也在繼續做努力 然後表演藝術科同樣的也做很多的努力 好 我現在我為什麼會這麼提 局長其實我是在提醒你其實你們有做對不對 但是你們在這個工作報告裡面都沒有提 以為我們在看這個工作報告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我們就開始脾氣就上來了 因為對原住民的這個部分你們幾乎是沒有琢磨 我們只看到最後面的口述訪談的部分 所以這次也特別謝謝我們縣使館 針對阿美族遷移時的口述訪談 有挹注一些經費 對 讓我們的族人後代呢 了解說我們宜蘭阿美族當初是怎麼遷移來到宜蘭縣的 所以這個希望那個我們那個縣使館的館長 未來還是持續針對這個部分 對於我們阿美族的那個生命歷程 或者是其他族群 這個部分我希望那個館長再更努力 也謝謝你的支持 這邊我提一下就是說 局長辦理補助及輔導藝文團體 這邊有非常多總共有11個團 都有補助 我想了解一下 你們補助的這個部分為什麼有的協會 或者有的2萬塊有的20萬 這個差距在哪裡 報告捷達物 報告順安議員 我們對於他的補助案我們會做一個評估 比如說他的表演的規模大小 然後他的需求做一個綜合性的一個考慮 所以他可能因為他們提出的提案 他們預算可能相對有高有低 我們會根據他的預算結構來做一個考慮 你們這個是例行性的那個計畫嗎 還是業務 這個我們每年都會 每年都有 所以那你能不能提供一下 一百 從一百年度到現在一百零五年度 哪幾個協會 有補助到 然後是不是你們每年都固定 只有那幾個協會在申請 都沒有輔導其他團體 這個部分一併在總質詢之前 交給主席 請麻煩列入記錄一下 還有這個部分有一個針對我們的表演藝術的 這邊也有 就是宜蘭傑出的演藝團隊徵選以及福祉計畫 我想也是針對這個經費的部分 為什麼有些是五萬四十五萬有差別 但是有一個無緣劇方有四十五萬 他說 和台北的八大縣市的交流演出 我想請教一下局長 針對這樣一個宜蘭縣 像文化要推廣到外面 不管是我們的外縣市也好 或者國外 我想了解一下 我們文化局會 會挹注這樣的一個經費嗎 文化局會在有限的經費預算裡面 去做一個審慎的一個評估 然後如果對於推廣我們的宜蘭縣的文化有幫助的 我們在經費能夠充裕的一個情況 我們會予以考慮然後去做一個評估 不管是我們的縣外還是國外嗎 原則上我們還是對於縣內的團隊做一些支持 對我知道是縣內的團體 我們縣內團體到我們的外縣市 或者是到國外做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交流或推展的話 我們文化局通常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挹注這樣的經費 這方面我們的確實資源是相對比較少 所以這方面我們資助的可能不多 但是如果確實對我們的文化 宜蘭縣的文化有幫助的 如果出去外面交流 我們這個可以適度的做一個考慮 做評估 所以未來假如說我們的原住民的團體 我們的泰雅族我們的阿美族甚至別的族群 針對原住民文化推廣到國外的話 我希望我們的文化局要多支持多重視 那一方面我這邊要順便提一下 就是說我們文化部每年都有一個叫 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的 這些的經費非常高來自於中央 那我請教局長 我們文化局這幾年來 有沒有協助過我們的原住民的團體 來送這樣的一個計畫 要不要做說明一下 你知道這個計畫是在文化扎根跟傳承的面向 主要是建構都市原住民新文化價值 族語系統建構跟教育推廣的出版 以及原鄉舊部落的文化尋根 這個是針對我們的傳統技藝武道跟歌謠鼓調的這個計畫 我想這是屬於文化部的 我們文化局是不是應該要協助我們 宜蘭縣內的原住民的所有的團體 鼓勵他們或輔導他們來送這個計畫 因為這邊最低的也最低的就有35萬 最高可以達到80萬 你能不能針對這個部分來做說明 好 謝謝沈湯議員 這個部分文化部這邊如果有資源的話 我們未來一定會加強做這方面的爭取跟輔導 然後對於其實原住民的文化 我們面向很多有文學的有活動的有節慶的 那早期有沒有適度 早期的部分我不是那麼了解 請協助做承辦的來回答一下 前幾年針對這個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的計畫 有沒有協助過 好 請打誤 有沒有 知不知道這個計畫 這個叫做文化部 年度原住民村落文化發展計畫 這個經費將近 七八百萬 每一個團體都可以至少就是上額到80萬 所以這個部分為什麼我們的文化局一直以來 針對我們宜蘭縣內有那麼多的藝文團體 都沒有去協助支持過 還是曾經有 要不要有人回答一下 有沒有過還是完全沒有 報告委員謝謝你給我們這麼好的資訊 我們這個回去之後會好好了解這個計畫 然後我們積極的就了解這個計畫 然後看怎麼樣可以去爭取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文化局 早期一直對我們原民的文化的發展 末世再來就是邊緣化 其實有非常多的經費 我覺得你們文化局應該要更努力去協助 所以希望你們給我一個回覆 就是說在未來針對這個村落原住民文化發展的部分 你寫一個書面報告給我 你要怎麼去針對我們原民的文化去做發展 好不好 在總質詢之前交給本席 來那個主席麻煩列入記錄一下 好 列入記錄 這樣怎麼會有 總質詢以前怎麼怎麼會 假如說他們本來就有做功課應該是可以 然後那個文化發展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 在我們的這個 單位工作報告裡面 我們的文化發展非常多 有童萬節 童萬公園 文化工廠 中心職場 社區總體營造 從頭到尾我看不到原住民的東西 文化局對原住民文化的這個支持跟共識 可以直接從這個我們本質看得非常的清楚 是不是局長還是誰來回答一下 在未來我們有一個未來要播用壯圍的這個場域 你們是要如何去支持我們線內的這樣子的議文團體 報告順暢議員 我們那個壯圍的珍珠這個限制空間 就是碉堡的活化利用 我們已經開始一直都在積極地做努力 那目前也有兩個團隊已經正式進出了 然後還有一個團隊 是一個英國來的藝術家 然後他也正在積極地做準備要進駐 那其他的一些空間我們一直很歡迎就是 我們宜蘭縣內的 特別是我們當地的社區的 對這個限制空間他有比較好的想法 都很歡迎他們送見 然後我們很鼓勵可以起來把這個空間 做一個比較好的活化利用 然後也帶動這個我們宜蘭的海岸線 這一個帶重的一個文創的 還有文化的一個發展 好非常謝謝局長 我希望以後再做這樣一個文化發展 真的不要把我們原住民排除在外 我覺得假如說原住民的團體沒有那個能量的時候 你們文化局應該是協助去輔導 讓我們原住民的文化的發展更多面向 尤其最近一直在在做的就是我們公旅處也在協助我們的魅力園區 好就是在我們的壯圍海邊這個地方 我希望在未來這樣一個場域 除了做一些環境教育以外 在裝置藝術的這個部分 也希望我們文化局能夠全力的支持好不好 好以上是我的 對對對我知道 好我們現在請蔣議員 剛剛阿麗議員所說的 我想文化局 我們剛剛早上有執行過 文化是包括是多種不同的族群 那他原住民的部分 原住民的部分 包括裡面這個你的工作報告一百九十頁裡面 裡面有所謂的社區營造中心 那裡面有一個輔導的平台 這個輔導的平台 我看就是裡面文化 應該是文化發展科代理科長黃科長 對不對你的工作嘛 我看現在文化局裡面好像只有你這個部門在動 其他的部門好像都是毫無業務的發展 那我要請教你像這個所謂我們原住民的部分 包括前不久也到宜蘭市 那四公所那個後面 所謂他們現在要做一個園區 不管是所謂我們剛剛今天早上討論的 你文化裡面要有一些的內涵 你裡面要有東西 能夠留住這些的 不管是遊客或是旅客 或者是說消費的各方面 我想原住民不是說只是一個唱歌 跳舞 他還包含一個美食文化 還有一些的怎麼樣讓他們有一些的生活技能 這些在在都是要讓你們整個文化 不管是工商旅行是提供地點 然後文化的創意內容是你們文化局裡面要來輔導 我剛剛說的這些的委託一些的單位 我們不曉得是委託哪些單位 我剛剛說的你科長你起來打舞一下 這一次的活動辦了 然後呢不能報銷 然後要由這些的我所謂的個人工作室 來做一個審定做一個判定 做一個審查他是公務人嗎 他是代表你們文化局嗎 你簡單打舞一下 主席謝謝江議員的詢問有關那個設造的部分 那這邊先跟江議員先說明一下 有關那個設造的補助的部分 那我們只要依我們相關的補助要點規定 他在完成 你不用講了啦 你再講的話真的是會花火啦 體育機關一定是經過你們的審查嘛 對不對審查通過之後才開始辦活動嘛 這難道大家都知道一個審查機制啊 每一個案都一樣啊 是 對不對 然後活動也辦了 要辦核銷了 竟然說不行 不准 不准 你要後續要怎麼樣 然後呢 你所謂的 你委託這些的什麼社區營造中心 我不曉得這是什麼黑機關啊 那個主席 你起來打呼一下 他所辦的業務都是怎麼樣 社區這部分他們會經過業務單位 如果來核銷的時候 業務單位會經過一個審查 他們內部會一個審查同意的話 那我們這邊就 我只問你一句啦 一個計劃案 不管他的金額大小 所有裡面的文化局裡面的 一些的要核銷的機制 是不是採用一致 是不是經過預算 編類議會審查 然後做一個公開一個花包 這個流程是不是一致性的 是不是一致性的 是 那為什麼他對那些的小小的一個社區 竟然有一股好像有多致 是不是 而且你委託這些的所謂黑機關 我不曉得這些黑機關是怎麼樣成立的 是不是跟你 因為跟你們文化局私交比較好的 或是跟你科長 代理科長這個私交比較好的 我委辦他 然後呢做一個審查機制 審查也通過了 難道你們都是委託他 你們本身 本身的業務裡面都不審查機制嗎 科長 有沒有 報告議員 我們這邊 你有沒有審查我問你有沒有 有沒有有審查 對啊 你既然有審查 但是這個部分跟議員說明一下 他結案報告還沒提送的部分 我們尾款是不會進行撥付 他在第一期款我們已經進行撥付 但是 結案報告沒有送過來 是不會撥付 即使他活動已經辦完畢 那我們還是要以結案報告 那他相關的憑證要送回 所以原單位我們才會進行撥付的尾款的部分 以上報告 你這個是什麼意思 我聽不懂 你這樣想解釋 我們這個案子的部分 我們是分成兩期付款 我們計畫審查通過之後 我們先撥50%的經費 當整個計畫完成之後 他要提送相關的結案報告送我們文化局 我們文化局審查通過之後 我們把剩下的50%尾款撥給社區 以上 那事實上並不是如你所說這種方式 我是覺得說這個黑機關 局長 你應該了解 尤其他的 他的所辦的業務 這個是琳琅滿目 差不多文化局的一些的 當然你很辛苦 你很用心在做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黑機關 是不應該 難道文化局是這樣子一個 一個機關嗎 所以我們這個審查一算 我們這一組我們會好好審查你 好 請坐 兩位請坐 我剛說的那個案 現在總事之前把這個來龍氣脈 他的計畫怎麼是提報 怎麼經過審查 怎麼要來核銷 現在總事前還付給北行 請請列入記錄 好 列入記錄 感謝 兩位的這個質詢 繼續我們邀請 黃世勤以及林志鴻議員 兩位聯絡質詢 主席局處長 各位同仁 各位聯絡人大家好 我想那個局長您 您聽說來了接近三個月嗎 那您也在那個二十幾年前的同萬節 也是參與人員 我在想說 我們有一個那個人口統計 然後二十年前的小孩 現在已經變成人了 那一籃縣這些超過二十到四十歲的人 佔比率大概佔三分之一 那以前的不管是那個寡喜 不管是任何同萬節的模式 不管宜蘭縣曾經辦過任何模式 真的適應在這些人身上嗎 他們在乎的是你提出原來成就的東西嗎 所以他有些有文化價值 那請問那個文化局長 您來三個月包括你人生歷練 而且我們宜蘭縣現在已經是 三分之一都是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的時候 請問您來帶領宜蘭縣文化局 您如何帶領 請 請局長 好請答案 謝謝黃議員指教 那個現在新世代的生活方式 就是跟他的對審美觀或者是他的文化的要求 確實是不斷的在做變化 然後我們文化局確實有一個 要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任何的工作 同樣結合或其他工作 我們現在也不斷的要跟青年人 還有現在的消費的習慣跟文化的審美的品味 做一個比較密切的結合 所以我們內部的工作團隊也是一樣 在做這方面都特別的努力 然後我們也通過更多的對話 然後也盡量積極的努力的去聽我們外界的聲音 特別是青少年朋友們的聲音 局長你們內部很努力我認同 但是重點是這個十三萬多的二十到四十歲的人口數 你如何對話 你怎麼對話 您說 所以我們馬上就是在十二月初我們開始就會舉辦一個發想營隊 那這個發想營隊是對外招募的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聽到我們年輕朋友還有外面的一些 他對同樣結未來的發想工作 那你跟宜蘭縣出到外地去讀書的所有人 就孩子們有沒有接觸過 一直很努力的在做這方面的積極 一直很努力有沒有接觸 有有我們的文創部分也有舉辦這個輕旅行 是跟我們的比如說籃友會 然後還有回歸少年的一些計畫等等之類 我們一直跟年輕的族群有做一個對話跟溝通 真的要重新思考我想在座的所有科長 其實年紀大了有些想法會不一樣 那二十到四十歲甚至更年輕的這些孩子們 其實你們要去思考看看他們在談什麼一定要走出來要站出來 你請坐 我想我在花蓮碰到我們的那個文化發展科科長 那漸漸在宜蘭縣其實我們談了很久 在宜蘭縣我們希望用故事吸引別人 實際上我們不知道我們用什麼吸引別人 我們的真正標的物 我們的亮點在哪裡 我們真的不是很清楚 你問所有外地人 來宜蘭要做什麼 要生牙齊 來宜蘭要做什麼 來童晚節 來宜蘭要做什麼 泡文山 然後呢 如果這些都拿掉我們就沒有了 那我希望說文化局真的你們要比較用心一點 過去怎麼樣我不知道 有人傳說什麼我也不聽 但我是說真的要用心說 宜蘭觀我們有在地很多很多的文化 第一個我們是民主的輸出國 在宜蘭縣我們台灣民主輸出國 宜蘭縣也是民主的發想地 第二個我們很多很多傳統在宜蘭 我們人物素養很好 我們的很多很多過去很多故事 但是誰編輯出來 編輯出來的時候誰呈現出來 沒有嘛 第二個我想宜蘭縣藝術家這麼多 請問文化局有沒有人去把這些人整合出來 這第一個 他們現在過什麼日子 過得下去嗎 前幾天的媒體說 有一個是演歌仔戲的還是男主角 因為一個月只有世道五場 一場一千五百塊 一個月大概八千塊上下 沒辦法過日子 所以不小心去偷竊了 請問我們宜蘭縣有沒有很多很多 藝文界的朋友 日子過不下去有沒有查 請問文化局局長 謝謝黃議員 黃議員很有人魂關懷 對我們這些表演藝術家的關心 我覺得這個是讓人家敬佩的 所以文化局在這個部分現在也在做一個努力的工作 就是對於我們的文化資產方面的做一個 我們所謂的見檢 就是我們要了解我們現在 線內的這些傳統藝術也好 或是其他的藝術類 他們目前的一個狀況 我們要做一個通盤的一個了解 所以這個計劃我們現在已經開始在推動 所以通過這個調查見檢 我們想要更了解他目前的一個實際的一個情況 韓人嗎 韓人嗎 韓人 韓人 就說我想這也是你的資產 就說宜蘭縣的藝文朋友這麼多 你請坐 宜蘭縣藝文朋友這麼多 你如何去整合 如何去建立實力 包括我前幾天去聽 有一個團隊合唱表演 我覺得很棒啊 重點是有多少人知道好像在表演 那你們不能只掛著那個人家 人家那個秀出來的那個那個 那個看板或任何東西掛在我們展演廳 就算我宣傳了 好我想那麼多的 那麼多那麼棒的表演 人家這麼有心 真的都不用你們付費 人你可以借立實力 把這些整合起來 我們很多的資源 但是我們真的都沒有用 甚至我們真的不是很在乎他們 我想我請任何一個科長 哪個科長告訴我說 你真的很在乎藝文朋友 有沒有 好有點在乎的舉手好不好 還是都不在乎 你們真的職場上很認真很用心 因為我們書工作太多 是不是都花一點心思 因為他們真的很可憐 他們只是沒有去偷竊而已啦 他們真的很可憐 好那我想說那個文化局 趁以後就想到很過分你們啦 文化局在年輕的團隊表演團隊 你們到底是找了多少人來 我說包括剛剛上任會一點點圖畫的 包括上來的會一點點街舞的 比較年輕化的團隊 你們用了多少心思他們身上 有沒有 局長 我對黃議員 關心這些表演團隊 我也感到非常感動 特別是對我們這個比較 弱勢的也好 或是年輕的這些表演藝術家 我覺得不管我們以前做多大的努力 一定這個是應該要更加強的 所以未來我想這方面 我們一定會努力會加強 好你在人家國小 像人家上美術班 音樂班 上其他才藝班 可是今年到國中以上 高中 很多中段 我老實說 20到40歲這些人 現在很多以前是很優很優 我不敢講天才 但超優的 現在在工地做工 你們有去發現嗎 這麼優秀的人 沒有管道給他展現 沒有地方給他表演 沒有舞台讓他站上去 周剛 我不是看不起周剛的人喔 我只是說 他有更多國家 可以富裕他更多的未來 沒有 文化局你在哪裡 在哪裡嘛 我今天不是講你 我只講說 台灣的文化 這今天有問題 好你請坐 第二個 我們曾經被殖民 我們講我們要國民外交 我們要文化外交 請問 我們跟其他的姐妹是合在一塊的時候 文化局的立場在哪裡 甚至宜蘭縣政府立場在哪裡 和我們在這裏 你有跟我們聯繫嗎 日本在這裏 你怎麼跟他聯繫 我們太多太多 可以跟人家聯繫的 太多的那個過去的歷史 過去不管發生正向或負向的能量的 在宜蘭縣我們可以發揮 因為我們有任何 任何東西顯示出來嗎 我們去逛宜蘭縣 無情後招牌說 我們過去這個地方發生什麼事嗎 甚至228有 我們在某個點有 可是其他地方呢 家族的點是不是也可以寫上去 他雖然當時很殘酷 但是也告訴我們說 我們被蹂躏過 我們勇敢的 台灣人是勇敢的 對吧 沒有 你只藏在那個地下室很漂亮 重點是又有多少人可能到那個地方 所以我說文化舉真的 我們今天從今天開始 我們不管宜蘭縣長 還有多少年的時間在宜蘭縣 我想你年輕 我相信你有很多理想抱負 過去20年你參與過 未來的20年麻煩你思考看看 從現在開始 疼惜宜蘭人 把在宜蘭的所有文化歷史背景 給外縣市給外國人看到 宜蘭真的很勇敢 謝謝 那 時間請 黃施招 好 黃施招議員 主席副議長 我們文化局局長 以及各位副議長 各位董人 各位民生朋友 大家午安 首先歡迎我們 年輕人的文化局長 回來宜蘭 我想要請到局長 你回來宜蘭之後 你認為宜蘭 我們幾個大型的活動 是需要更用心來做處理的 簡單就好 我給你花時間 好 請答應 謝謝黃議員指教 宜蘭的文化是一個 我們台灣也好 還是國際來說 都知道我們宜蘭這個文化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縣市 其實我們文化 其實包羅萬象 就像剛才說的 一個比較大型的活動 這是我們的選出的招牌 這個部分比如說 我們台灣藝術局 文化局 留在主辦 我們的歡樂於藍年 在這大型的活動之外 其實文化局有很多工作 是平常日行 日幾月的都一直在做 比如說 我們平常的一些文化工作 從文化資產來講 機長謝謝 我想你應該進出狀況很快 你剛才說的 銅萬節 包括煩惱於藍年 我比較重要的是 要希望你對銅萬節 對藍博 對南洋西集團 應該要跟 你這個機長要不一樣 我對你有很多的期待 我也希望 可以在近年 就看得不一樣 這個改變 因為這個招牌 已經要重新擦亮的時候了 如果是用銅字的話 這已經卡當線了 如果是鐵的話 應該慢慢再生鏽了 所以你應該要特別用心 我對你有特別的期待 以上 再來是古蹟的部分 我最近當了永安宮的主委 那這個廟蓋了十年 我也發現到 宜蘭縣很多廟宇 大概上百年以上 其實對宜蘭縣來講 是一個很相當的文化資產 但是真清楚 現在觀念院會 連年齡都 年紀會比較大一點 他都希望 有生之年能夠蓋廟 所以他很希望能夠蓋廟的同時 對我們要把它類為一個古蹟文化 古蹟的這個 把它留下來 它會有 認為會有抵觸 它認為你把它畫了以後 它將來不能夠蓋新廟 我想我們在用心 包括永安宮 我自己看的話是這樣的 前面古蹟留下來了 後面 它的長意也不是很好 旁邊以前是舊房子 後來我們透過徵收 透過協調徵收以後 我們現在蓋新廟了 十年 古蹟留下來了 可以給後代子孫 什麼叫文化 什麼叫歷史背景 什麼叫一路走來 在個地方的文化 讓我們的基民知道 讓這些管理會的委員 他一輩子期待的蓋新廟 也夠完成 這是前後 可以把古蹟和新廟留下來 那條件不一樣了 你像依然是 某一個廟我去看了 那條件比我們好啊 前面有一間三層樓 把它擋住 主要用心的 透過募款的方式 把它徵收下來 它古蹟 可能因為 連久失修 或者因為早期的建築物 不夠堅固 我們也可以 透過中央的補助款 來給它加強 就像利澤遠安宮一樣 我想這個 庫長有經驗 然後你跟它規劃講說 比如它現在這個廟 它底下 後面是沒有空地的 跟利澤遠安宮不一樣 旁邊左右 空地相當的多 它可以改廟上廟 把古蹟留下來 第二層的廟 將來這些神明 可以到澳洲去 古蹟也留下來 改改的新廟 一定比我們永遠安宮漂亮 所以我想 不只要給人家化為古蹟 應該要有配套 如果配套 把自己的師傅靠一聲 車來現場來看 提供他們說 你這樣蓋起來 這個阿 古蹟可以留下來 你的神廟也可以蓋 而且 可以比自己的家庭 古蹟和神廟 都比較條件 更加漂亮 是不是 庫長 可以 可以 所以我想這是用心的問題 所以文化球 如果要畫定古蹟之前 我想先拿配套 先拿配套 你可以建議它 留下來 而且又可以新的建物 來完成 我想這是雙贏的政策 所以我想 將來文化局在 做這樣的處理的時候 應該要完整 也要有配套 以上兩個建議 謝謝 好 感謝 黃議員 黃樹勤議員 最後我想 文化局長 童幻節是一個 讓兒童快樂的樂園 好 那你怎麼讓他持續快樂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連結 就是說 曾經來宜蘭縣童幻節的所有人 包括宜蘭的所有人 有進去過 他應該有想法 有感覺 當年童幻節是真的很棒 很有感 然後綜合很多很多 包括20到40歲這些人 怎麼讓我們更發光發熱 那最後我還是要跟你講說 106年我們的全院會 因為文化局站的角色也很重要 我們不管是社區 不管是各個學校 不管是各個團隊 如何行銷宜蘭 但是我不曉得你來得及嗎 如何行銷宜蘭 如何花多一點時間 跟他們溝通協調 如何去把他們點子拿出來 這可能你愛很用心 我相信你可以 麻煩你多用點心啊 我相信科長們 很用心擔心嗎 踏出文化局 走出去 跟民眾溝通協調看看 那最後就是 橫向連線很重要 最好拜託你 在地藝文朋友的整合 在地藝文朋友借力實力 在地藝文朋友生活現況 在地藝文朋友如何提升跟舞台 麻煩你們真的要用心 我們在乎 謝謝 那志宏 林志宏議員 感謝台灣主席 我們會議長 那個局長先請坐 然後各位科長 各位議員同仁 各位媒體先進 各位聯絡人 大家午安大家好 我想局長剛剛 要問的 譯曲同工之妙 我們兩位黃議員都幫我問了 但是我還是要再問 那你局長就任三個月了 你看到文化局的問題在哪 然後 有哪些是要調整的 因為我覺得工作報告 內容很多 我們的主管 議局主管也都很辛苦 這麼多業務 在有限的職員 有限人之下 執行這麼多業務 但是為什麼 還是有這麼多問題的產生 有些事情是便宜行事 我想局長你應該 看到哪些問題 還有你要怎麼來改善解決 我想我們在座這些議局主管 在文化局都蠻資深的 文化是延續 我們希望能夠 呈現起後能夠往向下發展 我們這些科長在這個位置 其實也都待很久了 會不會有本位主義 會不會待久了 有一些 他在這個領域他是很專精的 給你的訊息可能是有狀況的 是你可以來簡單說明一下 你就任這三月發現文化局有哪些問題 需要改善的 來請局長 謝謝林議員 謝謝林議員 我剛才被黃議員的人文關懷感到 到現在還沒有完全平復 但現在好一點 謝謝 謝謝林志宏議員 林議員的提問 這個問題問得很大 就是對於整個文化局 目前的情況 還有未來怎麼調整 近來這三個月的時間 其實我真的發現文化局的同仁 工作態度都非常認真 我們的同仁也常常看到我 大概晚上八九點鐘 我還是下班前會去走一圈 很多的同仁都還在加班 都是被我趕回去的 我說你再真正加班 你媽我才會斷去 所以事實上 我們文化局的工作同仁 確實都很努力很認真 然後確實他們的工作的品質 也都有一定的水準 可是沒有完美的 一定還是有需要進步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 文化局的同仁們 我覺得都有一個心 就是說一定要把我們文化局的工作 做得更好更完美 然後目前我們覺得更多的一個問題 就是剛才林議員提到 我們在這個工作的位置上面 已經很久一個時間了 所以會不會有本位主義 或者是習慣的問題 結果我的發現是這方面的問題不會有 但是確實工作久之後會擔心 就變得很順手的 這個業務已經非常非常的習慣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會議討論 就是大家彼此提出問題 大家一起來探討 就是不同的專業領域來做一個更好的討論 這個部分是我們文化局目前 花了很多的時間在這方面的努力工作 那會議的時間可能相對會比較長 不過這是一個過程 然後讓大家彼此的碰撞 我覺得這是文化局 未來會更多的努力的方向 還有就走出我們的文化局的這個領域 我們跟其他的局處也好 跟社區也好 跟鄉鎮市公所也好 跟我們的民意代表也好 我們這方面的溝通 是未來應該要更多的加強 所以這個也是我們未來要努力的一個方向 你還是沒有提到我 我剛剛問的啊 你三個月發現文化局有哪些問題 你剛剛也是送我的話在講嘛 在回答嘛 你自己看到的 三個月了 剛剛其他議員又問你啊 三個月了 應該各業務都很熟悉 那在這熟悉狀況之下 你自己察覺到什麼問題 過去你也在文化局服務過 也算回到自己的老單位 再重新用不一樣的視野來看 甚至你現在是這個經營者 這個單位 文化局的CEO 你要怎麼帶領這個團隊 怎麼會宜蘭的所謂的文化立線 再創一個高峰 有沒有什麼其他看法 是 謝謝林議員指教 那個文化局 整個宜蘭線來講好了 我們確實財政是比較緊缺的 所以文化局很多的工作 會礙於預算的部分 很多工作它確實沒有辦法 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 去往前推動 那這個是我目前進來之後發現 一個比較大的一個困難的地方 所以為了這方面的問題呢 我覺得文化局未來要更積極的 跟我們的民間還有我們社區 做更多的合作努力 合作 對 我舉個例子來說好了 比如說我們同外藝術節好了 這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 我們明年的同外藝術節 是希望能夠把這個資源釋放出去 也把資源希望可以引進來 所以我們在前不久 我們就召開了同外藝術節的 擴大十二鄉鎮市公所的 合作的一個會議 我們希望同外藝術節在未來 就是跟我們的鄉鎮市公所這邊 跟地方這邊更多的合作 那這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文化局它一定要借重 很多的地方的資源 跟民間的資源 一起來推動 我覺得這個是文化局 在目前的這種結構跟困境之下 而且它也是一個好的方向 就是文化跟地方更緊密的結合 所以它是我覺得 就是文化局目前您提到的 問題的所在 然後我們也一起在積極思考 怎麼樣去做一些新的突破 這個是未來積極要做的一個 努力的一個方向 好 謝謝局長 從剛剛局長回答裡面 局長請坐 也剛剛我們幾位議員有提到 我先用從這個古蹟 古蹟的認定 五谷廟我也有去開會 我想其他議員等一下也會再講 剛剛黃思考議員又提到永安宮 他是憲政主委其實也都很清楚 我們的長輩 我們的師大 都希望說這間我們現在做委員做主委 希望這個廟 我們在前一個人像中的新建 我們可以建一個大廟的廟 我們有同學 我們要逼平 我們要每天要挖挖 要拜拜 要辦這個店 都很不方便 我們也希望還有靠多雅客 來參加這個文化 在他們的角度,在他們角度的文化 是用這種方式,更多的相剋 來做傳承,文化的傳承 不管是軟體,或者是硬體 他們也希望說,這真的古早人的地位 雕刻的工法,他們也希望流出來 流下來 是不是文化教這邊,怎麼來協助 應該是地方做主體 你們是輔助的角色吧 當然,你現在用文化資產相關的法令 來限制hold住人家 那當然產生地方的一個衝突 要怎麼做,大家共同來輸扣 當下會議,我也有提到 最重要的文化資產是這些騎勞 他們現在為什麼要去廟做幾天 還要照顧廟 甚至那天上京,今天十五 還要拜道山,有很多類似 然後他們也要去參加遊宮遊廟 也是增加香火 那現在因為五谷廟現在的狀況是 所謂的年輕人現在有多少人會去 他們也想把這個地方做一個重新的活化 但是你們都找到人的餘 在騎勞,最重要我剛剛講最重要是這些資產 你們不要去就死了 文化資產 我們讓他開開心心的 我們的這個文化透過他們能夠傳承下去 你們去現場看,你們也知道 平均都快八十歲了 我們也看得很不甘 為了這個保留 文化國際保留不保留 我看起來氣不撲,血都穿了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我們所謂的文化 是用這種文化流氓的這種 有用這個法律去強迫人家 一定你要修法 法律有界定沒有錯 但是很多東西是可以彈性溝通的 你不要跟地上槓上了 東西講難聽一點 像以前南館市場的興建 也是遇到很多問題 那後來發生什麼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才有辦法興建 那一定要走到這種地步嗎 那這樣我們對保存這個文化有意義嗎 我舉吳國廟做例子 然後再來這個 剛提到文化流氓 其實也有坊間在流傳 像這樣子動不動就去設定什麼 古蹟啊 然後去做認定啊 我不知道有沒有這種情形 我不曉得文化局的主管 沒有受到什麼學者專家壓力 他跟中央來申請補助款 你們這裡就給他賣古蹟 有沒有這種情形 局長可以回答嗎 局長請答應 謝謝林議員指教 那個對於文化資產的相關的認定 或指定的話 文化局這邊沒有任何的壓力 也沒有什麼相關的學者 會給我們這邊 比如說特別的關心或什麼 這個都沒有這問題 所以我這邊還是忠心在建議 因為局長你也宜蘭其英 宜蘭其境 你童年的生活記憶 我們一起怎麼去開創新的一片天地 這很重要 而不是說為了保存古蹟而保存古蹟 其實那天也反映了 對面的那個什麼 以前監獄 宜蘭監獄的相關設施啊 現在變成都商業行為 包含以前的這個什麼 那個縣展公館 現在也是餐廳啊 我想這個部分要請你們提供相關資料 目前有被設定為文化古蹟的 有做商業行為使用的 請列一張清單給本席 在總質詢之前 那這些經費每年 我們還要提拨多少經費 去做相關的維修 你委託經營的目的是怎麼樣 當然就國外的 國外 我們參訪很多國外的 是可以做這樣的一個賣店 來維持有相當收入 來維持它的一個維護的費用 也請把相關的這樣的一個財務資料 提供給本席做參考 好居然請坐啦 再來 請教就是像 那樣戲劇團 其實剛剛很多議員都提到了 那我想請教 還有剛剛黃書琴議員也很關心 我們這些議員工作者 那我想請教一下你們有沒有做過統計 我們這些議員工作者 專職的他的收入多少 兼職的收入多少 有沒有做相關調查 那另外這些任何藝術團體 費用維持一個費用的支出 都很龐大 那文化局這邊有沒有來協助 比如說像霧遠劇團 他就霧濤來做一個企業支柱 企業的任養 那文化局這邊 在有 你剛才也提到重點了 有限的裁員之下 有沒有機會 找國內的一些大型企業 來協助或者是線內的企業 來做相關任養的動作 讓我們好的議員團體 包含那樣戲劇團 他佔了很多這個 我們的一個文化局的預算 我們政府要來 建設這項優秀的文化人 來傳承這個傳統藝術 那有沒有機會 透過企業的任養 企業的捐獻 來 把我們的文化能夠做一些傳承 等一下再請局長一併回答 然後再來 針對童韓節的部分 今年人數三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二人 我們依然現在有多少人 萬縣市多少人 等一下一併回答 那今年入園的時間縮短 其實我們知道成本都固定 入園時間縮短 特別是夏天很熱 玩水其實很多人 都在樹蔭下乘涼 也是想說晚上可以來玩 那在很多遊樂區他都在賣新光票了 我們竟然六點就關遠了 所以都導致很多遊客抱怨連連 我花這樣的錢入園 結果我的時間也想說透過晚上 這個太陽下山之後天氣比較涼 能夠看一些藝術表演團體的表演 不用在那下午在那邊看表演 我覺得這個都是要來做處理的 然後再來民宿跟旅館業者 我今年跟他們 希望透過他們的關係 能夠有沒有什麼這樣的一個優惠票 透過他們關係買 結果都在抱怨啊 賣一張賠一張啊 我不曉得我們的 童韓節的相關票務系統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讓我們旅館業跟我們的民宿業 會有這樣的抱怨 他們沒有利基點啊 他們幹嘛幫你賣 所以今年人數36萬能看嗎 去年你還可以說是八仙城報或怎樣 那今年這個人數能看嗎 我想這都是很多人反應的問題 真的請文化局 特別是新局長你剛來 不要我們這些老骨頭這些科長 也聽的你聽聽就好 他們知道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組件 該怎麼做 你是CEO 怎麼讓宜蘭縣的文化利益縣能夠再創高峰 這本席對你期待 那另外一個建議 因為時間因素 其實剛剛有談到說怎麼延續 其實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其實我們有幾所 請科長先回答剛剛問題 我再接下來問新的問題 我剛剛問的這幾個問題 請局長先回答一下 好請局長答案 謝謝林議員指教 有幾個問題我就做一個回覆 第一個比如說我們提到五谷廟的問題 確實我們現在也一直在積極的做一個溝通 然後現在是進行文資審議程序 那我們現在就是還在等進一步的一個結果 然後預計是11月27號會開這個會議 那未來不管怎麼樣文化局對於我們的文化資產部分是責務旁貸 不管他是不是列為古蹟 或者是他未來準備重建 我們一定會做一定的一個協助跟幫助 那對於那個 企業任養 企業任養 就是義文團隊企業任養這個部分 我們一直有在積極的做一些媒合的工作 這個可能分幾個不同的一個層面 比如說我們在文創的部分 這些我們也一直在做文創業者跟設計師 還有廠商之間的媒合 那目前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發展一個情況 雖然不是一下子會出現很多成功的媒合 不過已經慢慢看到有兩三家 甚至有一家已經正式開始在生產了 就慢慢的慢慢的這個能量在做一個累積 然後比較大的企業任養的部分 我們也一直在做持續努力 不過確實這方面現在這幾年 我們台灣的經濟確實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這部分可能要長期的做一個努力 比如說我們那個陽光基金會 林洪裕、林教授這一邊 他也對我們宜蘭縣一直不斷的做一些經費上的一個支持 我想我剛好這樣講插個話題 我們宜蘭縣國際級的女聲樂家 錦雲秀老師的模式 你懂我意思嗎 他上上禮拜在拿女中的這樣的一個表演 其實我想也是有很多他的粉絲做這樣的一個贊助 其實很多費用也都幫宜蘭施工所省下很多經費 他也我們宜蘭很優秀的子弟 台灣之光在國際上為台灣發聲 那在這個情況 文化局像這是成功的案例 那其實剛剛黃順宇議員又提到 比較經濟弱勢的這個部分 他有很好的專長經濟弱勢 那文化局這邊 是不是能夠來做相關的協助 讓優秀的人才能夠有舞台來發揮 那另外我想彤萬節 我覺得我也建議兩年了 之前我當代表的時候也一直在建議市工所 剛剛我們現在前市長也是現在黃議員 也一直來建議各鄉市工所 然後我當任議員也建議縣政府 彤萬節有機會讓我們學子跟國際學生做交流 國際的這些團隊做交流 我們宜蘭縣有幾個相關的一個重點學校 音樂或舞蹈的重點學校有幾所 局長可以回答嗎 請答案 報告議員這方面我比較不了解 對啊 你的橫向聯繫 你說文化傳承我們的學子 你根本目前這幾個 我們演藝廳都有資料 借用我們這個什麼學校藝術周表演 有相關資料 那是不是能夠把它這些拉到 童萬節 我一直覺得讓我們宜蘭的子弟 有國際化的能量 透過童萬節 我們已經花那麼多錢了 不管硬體設備 軟體設備 邀請這些團體來 花了那麼多錢了 怎麼讓我們的下一代 透過國際童萬節 真的跟國際接軌 在他的求學過程中 有這樣的機會 暑假有這樣的一個表演舞台 甚至我們文化局 是不是能夠弄一個 類似這樣童萬節的一個 他來這邊表演其實也是志工 他學了那麼多樂器 學那麼多舞蹈 我們透過一個穿插式的交流 讓他有個護照 他也可以帶動他的親戚朋友 一起來參加 參加這個童萬節 來看他表演 講難聽點也充人數嘛 也讓更多縣民 這些他們長輩 阿公阿嬤現在少子化啦 孫子去表演 你已經都對到有的了 那小朋友他來表演 我們給他這個所謂的志工護照 或者是說這個童萬學習護照 對他而言 他以後在教育處 比如說這個十二年國教 他有來擔任宜蘭縣政府 童萬節的這樣的一個志工 表演志工 其實對他們有多加分 在他們的這個生命的歷程當中 我在每年暑假我都可以去參與 童萬節的這樣的一個表演 一起為宜蘭縣擴展國際視野 不是很好嗎 我建議兩年 我不知道科長有沒有跟你報告 我的建議 這兩年的建議 有沒有跟你報告啊 所以我對你期待很深啦 不好意思 讓局長這邊 我希望這個部分 文化真的是要向下傳承 而不是說有型的例行公事 我看到這工作報告其實都一樣啦 沒有什麼 基本上沒有什麼新的增加 都只是應付應付 不是預算怎麼用掉啊 然後 多辦個幾場活動 誰怎樣怎樣 多辦個幾場活動 那真正的我們的核心價值 文化的核心價值在哪裡 然後再來 所謂的文創 中心 不好意思局長請坐 剩下最後兩分鐘 文創中心文創 我是很擔心他不會變成最大的文創館 因為剛剛也講過歷史空間被你們劃定之後 但有一些委託招標 我會不曉得他的營收怎麼樣 他能不能支付這樣的一個費用的支出 維修費用的支出 因為我們只看到預算決算 但那個明細看不到 是不是局長這邊能夠提供相關資料 再總質詢給我 請主席列入會議記錄 好列入會議記錄 所以在這個部分 有很多是可以往下 向下扎根 其實我們都很關心 童晚節 那地方向宜蘭市 水燈節 局長你宜蘭市的 水燈節兩百年的律師傅宜蘭市 基本上都有在水燈節 那水燈節 民間 民間的利益量 但已經投入那麼多了 一直我們希望把它提升到一個文化的層次 它可能是民俗 民俗宗教的層次 那這幾年其實也提升到文化的層次 那文化局這邊有提供什麼樣的協助嗎 那我們配合 這個中原水燈節這個協會 跟我們南洋別院 我們弄了這樣的一個 農曆七月是一個孝道月 其實它都已經提升到一個文化層次了 但很可惜我看不到文化局 在這個部分能夠提供什麼樣的一個協助 這對宜蘭市來講 它是一個很大的 我認為它是一個很大的賣點 但是民間的資源跟民間的角度能量都有限 它也想把它變成一個國際性的像基隆這樣子 但是很可惜政府的資源 益住都有限 資源我指的不只是金錢 還有其他專業的意見 怎麼推展國際行銷 怎麼跟有沒有機會跟童韓姐做搭配 其實剛剛局長你也提到這樣的一個重點 怎麼跟各鄉政公所做一個地方捷信的一個配合 帶動整個行銷 其實最重要 我還是強調 讓我們的學子暑假 不要 因為你有這些活動 有意義的活動讓他們參與 才不會去吃豆 要不然真的暑假 好 非常感謝林志宏議員 以及黃世晴議員 兩位的質詢 今天的 這個早上的文化局的質詢的 工作到這邊結束 在這裡 我要建議局長 現在館長好不同意 憑慨你這個 真真正常有符合到的文化 會專業的這個 剛才林志宏說的CEO 可以來接行這個業務 我看是我們重整的一個機會 剛才裡面有談到的 許志團的部分 他們都是放到民間去處理 因為前幾天 前兩三天 陳亞蘭 楊麗花 都要來我們宜蘭這裡表演 他們可以尋找後面要接班的人 希望可以落實在宜蘭縣 他們也是宜蘭出身的 希望可以在宜蘭再重新 這跟我們的政策 現政府的政策都非常的穩和 剛才林志宏議員 你講的一點最重要 人家的球隊 一年花幾十億人都在認良 我們一些民間的企業 可以把它引進去吧 你看我們的財政在那裡困難 欠人兩三百億 你常在這五百億 花到要剩兩個八千千萬也帶回來 你要怎麼繼續下去 所以你應該轉移給我們民間 來繼續支持我們地方的這個使勢 不要一直投入我們的公共財務 我們的財務已經在台高出 已經很嚴重了 拜託局長 你這次是一個例子 最好發育業的平台和發育業的機會 感謝大家 今天時間有超過 非常抱歉 下午兩點聚氣 執行 散會